第931章新篇真实与虚假 地狱 雪色晚霞即将消失 破旧的小城前 王轩的身影模糊了 要从城墙外隐去 在说不清到不明的气氛中 黑天鹅 牛腰 阴阳拳等几名妖仙强烈不安 感知近在退化 他们并没有见到迷雾 但是近在咫尺 他们却要看不到王轩了 甚至 他们彼此注视 发现身边的鼠妖也暗淡了 只剩下轮廓 看不到清晰的样子 一时间 几名妖仙瑟瑟发抖 这是什么情况 恐宣练功 自身模糊 他们几个也要跟着不见 不对 我们还在 但是精神蒙尘 自我否认自身存在 这比为我为真今还可怕 吃尾妖狐的精神终究是异常一些 感知到自身的变化 无比惊悚 不用别人对他们施法 现在 他们自己就在暗示自我 要把自身从现实世界中划去大物浓重 王轩眼中所见 和他们所见完全不同 现实一切都像是虚假的 被一层雾覆盖真相 他已经起身 手持纸张 向着迷雾中走 而落在几名妖仙眼中 那就是 他要从现实世界中消失了 几名妖仙看不到大物 只见到地狱最后一抹血色的夕阳 将他吸收了 他要没了 牛腰不知道是该惊喜 还是恐惧 致检员出事 他们能解脱 还是会被牵连 他们虽然能动 但到横被封了 不说荒野中随时会出现的危险 但是孔轩自身的变化 就是最不稳定的因素 我的精神像是蒙上了一层黑布 严重退化 连你们都快看不到了 这 我们不会真的要跟着没了吧 他们心惧 生出不好的预感 孔轩在练功 而且 似乎参悟出了不得的东西 这就有些离谱了 他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领悟 邀庭的人都知道 唯我唯真精神秘 少数人花费数十年才能练通 也就是可以运转经文 但想深入领悟 真正研究透彻 那就不知道需要多么漫长的岁月了 估计只有少数高层成员才行 孔轩研读那融合在纸张上的经文 观摩后就顿悟了 金明妖先震撼 敬畏 王轩发现 天地安静 像是属于他一个人的世界 他看到腐朽的尘埃将几名妖先半淹没 将身后的城池覆盖 整片世界都有种虚假感 他拨开迷雾不断向前走 想要见到真实之地 走到有光的源头 他的精神和纸张共鸣 参悟初心出现的精益 补充原有的法 而且他的耳畔也听到了声音 当年第一次得到纸张时 他就有种奇异的体验 如今那种感觉更加真实化 伴着洗脑般的低语声 真相是什么 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 似感的延续 构建了蓝天 白云 天地万物 你抬头仰望深空 那漫天繁星 灿烂星海 只是你思维的火花 你行走红尘万象中 那是思绪在飘荡 你看到亲人 朋友 同事 那只是你假想出来的泡影 你真实的存在 但所见 所听 所感 都是虚假的 世界是由你的思感组成 蒙蔽了你此时的自己 王轩在迷雾中穿行 看着深处有朦朦光雾的地方 想要接近 但总有距离 他听着耳畔的声音 沉浸在一种特别的氛围中 夜深人静 万来俱寂 那是你思维的短暂停顿 故此 红尘万景 青藤与万物 都随之溃散 从眼前消失 太阳出生 那只是表象 不是本质 其实是你精神复苏的信号 你的思维又因此杂乱 无序 衍生了万物诸景 看到一幅幅斑驳的图影 远方的山与诗 静前的楼层 街道 车辆 人流 一切皆为虚幻 由你精神发散而成 你思想一出 交织成各种景 你在看书 翻页 书中的世界 其实只是你自己的思绪在扩张 没有人为你书写 书外世界也只有你自己 你在书里寻真 你在书外寻假 书中书外 所有世界 都是你自己编织的梦 世间为你为真为一 王轩向前走 依旧接近不了迷雾中的光源 听着耳畔的声音 来自真实自我的低语声 他觉得 这简直有毒 想化真为虚吗 完全逆着来 可是当深思后 他又警醒 整片世界 所有人与景 天地万物 又怎能说一定是真呢 也许 世界真的只有一个人 所有的行为 所有的经历 所有的场景 整片天地万物 亲朋关系 都只是为我为真 唯一的思维发散演绎出来的 真是有毒啊 他又一次自语道 他停下脚步 到底要在这里化虚假为真 还是要化真为虚假 还原为出本质 挣脱出现有的状态 可是 这需要取舍 他到底该认为眼前 以及现实是虚假的 还是真实的 结果将完全不同 也许会天翻地覆 这些声音只是真一经的 道运扩散 还不是其核心本质 王轩默默看空黄的纸张 接近真经要义 想驱散声音的干扰 他的身影越发模糊 进入大雾深处 向光源而行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 阴阳狗 黑天鹅 牛腰等人都有种窒息感 感知失常 看什么都模糊了 雪色晚霞早已消失 天地确实漆黑了 连那圣语事件都已经过去 荒野上有生物在走动 有喘息声临近 他们现在感知失常都能听到 可想而知 城外的荒野中动静有多大 是有荡者吗 在接近我们 该不会要把我们吃掉吧 他们深知地狱夜晚的可怕 但是现在 他们什么都做不了 彼此间都快感觉不到了 智剑员 快出关吧 我们要被吃掉了 我想死得体面点 牛腰觉得自己的牛鸡脚都在发颤 自身要消失了 但有生物还是摸过来了 孔轩全面消失了 他不在了 阴阳狗说道 他离得最近 而且狗鼻子超凡通灵 真正感觉到 孔轩从现实彻底消散了 牛腰惊悚 颤声道 别啊 救命 有一条湿漉漉的大舌头舔到我的牛脸了 我都感知退化了 却还能觉察到黏糊糊 这他们是什么东西 果面蛇啊 太大了 没事 他估计也会虚淡化 奈何不了你 应该不会出事 夜晚 随着时间推移 地狱舞珀先看到自己发出去的文 不仅有了海量的留言 点赞也爆炸了 他确信没看错 他只是要求两个小时点赞百万 现在还没多长时间 就已直线飙升 破千万了 按照这个速度 后面破译也很平常 这得多少人在关注 他特意将消息发送到某个超凡平台 八成以上的人应该都是超凡者才对 竟有这么多人在浏览 早先 他注意到 他发的文指示上了区域性热搜榜 这是要向大域热搜攀升的架势 甚至有向大宇宙星海热榜接近的可能 他也不含糊 直接发文 报道在地域围剿孔轩的结果 并且有图有真相 第一张图 孔轩在被围剿中 突围远去 将一位天际高手连同奇异宝 徒手给撕了 在第二张照片中 孔轩一手持灯 一手钻向一位黑衣的冷艳女子的雪白的景象 最后他压着那满身都是时光碎片的丽人 坠向大峡谷 照片很清晰 显然地域舞破仙的设备相当的精良 在极其遥远之地拍摄 都能捕捉到人脸上的细微绒毛 关于那女子初期的冷艳神色 以及后面瞳孔收缩的心惊等面部表情 都捕捉到了 孔轩在树家真胜道场的围剿下 直接杀出去了 天际高手我就不说了 这个黑衣女子来头甚大 你们可知是谁 时光天道场的四次破线核心弟子 韶华 据传他有一定几率忘到五次破线的门槛 但犯大错了 他被贬进地狱去拓路与魔力自身 各位 我是冒着生命危险捕捉下这组镜头 那可是真胜道场在围猎啊 太艰难与危险了 你们要多支持 不要再说断了 果然 消息很轰动 这个夜晚 延迟时间过后 各种留言又是海量的 断了的话依旧照常 但人们对地狱的是确实感觉吃惊与好奇 孔轩有些猛 超出他们的预料 多加真胜道场击拿他 居然都没有得手 质检员超神啊 涌出天际了 压着时光天的核心真胜门徒韶华共飞 强势地去钻他的脖子 太牛奔了 那种姿态 简直是是四次破线者为等闲 也信 霸道 不愧是质检员 韶华是真正的四次破线者 都被质检员上手验证了 被按在地上给捶爆了 超凡者大量留言 引发热议 当然 也有人为韶华辩护 道 你们没看后面的内容吗 孔轩通为远去 韶华面色平静地从大峡谷中冲起 再次追杀他 他无恙 增挡住孔轩的攻势 谁知道在大峡谷中发生了什么 我感觉他被孔轩捶了 质检了一顿 没有过关 见识星海中 地狱舞魄先发的文 果然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 真有向大宇宙热榜接近的趋势 就在当夜 他又发了一条更为重磅的消息 妖婷在地狱的人全灭 这简短而有限的文字 着实是深夜惊雷 地狱舞魄先自己回复自己 补充了一条 妖婷曾向个大道场提供孔轩的行踪 他没有多说 不知道这则消息会引发怎样的后果与反响 由于延迟 他得两个多小时后才能看到反馈 深夜 地狱中 归须 时光天 直圣殿的人 遭遇荒野中的游荡者 发生战斗 十分激烈 漆黑的野外 更多的嘶吼声传来 有背着大剑的腐烂男子 有恐怖的巨兽 有遮蔽夜空的猛禽 自地平线上出现 树家真胜到场的先遣队 意外遭遇了从未有过的危机 远方 破旧的小城外 牛腰 黑天鹅 阴阳狗等几位妖先怕极了 这个夜晚似乎与众不同 地狱不再全面漆黑 升起一轮蓝月亮 哪怕他们感知消退了 都能模糊见到蓝色月盘 仿佛离地面很近 吃露露的舌头 你是在给我洗澡吗 还是说你想刷牛肉 牛腰又怕又恨 同时觉得很恶心 迷雾中 王轩始终没有走到那团光的近前 两者似乎保持着恒定不变的距离 无法拉近 雾越来越大 他离现实世界似乎越来越远 他停下脚步 不再接近 而是运转真一经 尝试化虚为真 在近前的迷雾中演化出那团光 然后他发现成功了 他被一团微弱的光覆盖 也让近前的迷雾淡了很多 远处的那团光依旧朦胧 还在 神圣而幽远与超然 王轩化贾为真 似指示捉来光之涟漪 笼罩自身 他回首看到现实中 被腐朽尘埃覆盖的小城 以及几位妖仙 更看到了一些奇怪的生物 比如一只血淋淋的大舌头 不常在嘴里 甚至没有躯体 就只有舌头本身 在舔牛腰 游荡者吗 应该驱离 这样接近小城 不会影响到这里吧 王轩粗眉 他身物枯黄纸张上的经文 像是游离在现实外 但跟应该还在那里 让他惊议的是 在他开口后 目光所向 那条血淋淋大舌头 便被这里的光之涟漪波及 扑得一声破碎 消散在小城外 然后他这里就熄灭了 黑暗了下来 第932章新篇地狱暴动 那缕光化成的涟漪 杀伤力惊人 随着王轩目光所致 那个一型怪物 舌头便破碎消失了 王轩立身在迷雾中 有些出神 回味刚才的感觉 重新体悟了一遍 下次应该还能用出来 化真实为虚无 体现在术法上的尝试与运用 他进行总结 他觉得精神有些疲累 刚才看似随意一击 但消耗很大 主要是涉及的道运层次 有些超纲 这夜枯黄纸张十分神秘 目前他难探其跟角 无法确定其源头 嗯 他想再现那种术法 却发现精神层面的力量 不足以再化出 一缕光之涟漪 虽然还没有全面测试 刚才那一击 但他确定是一道杀手锏 只是短时间 却无法连着湿出了 他立身在大雾中 看着远处的那团飘渺 朦朦 幽远而脱离现实的光 他知道目前接近不了 你感觉如何 王轩问手机奇物 身在迷雾中 似摆脱了满是腐朽尘埃 有些虚假的现实 很不简单 手机奇物回应 漂浮在一边 屏幕泛出悠悠乌光 像是眼睛 在扫视附近的环境 迷雾深处的那团光 到底是什么 对于神秘与不解 他直接询问手机 他或有答案 雷看到光 手机奇物开口 什么 王轩惊异 还有他探索不到的领域吗 手机奇物到 在地狱中 我无法全面复苏 不然会出事 即便这样 我也觉察到 你身边的古怪有点离谱 他坦言 连迷雾都只看到模糊的一小片 更多的是丝丝缕缕的道运 环绕在王轩的周围 以及前方位之处 他未见到奇景 但是能感觉到 王轩立身在异常之地 颇为古怪 同时 他的屏幕在对着那叶枯黄的纸张 仔细拍照 像是在私存与研究 这张纸以及经文 你觉得怎样 王轩再次问道 同时 他总结这次闭关的得失 纸张的神秘属性呈现 还有经文的更别 这自然都是重头戏 他最直接的收获是 刚才掌握了两道秘法 第一种手段 就是立足在别人看不到的迷雾中 暂时像是从现实消失了 第二种手段 则是那光之涟漪的运用 一击之下 现实中的生灵破散 没了 总体而言 这些都是虚假与真实道运的运用 当然 这只是粗浅的表象 还可以涉足更深层次的内力核心 但他目前只能做到这一步 他有所感 不久后还能演化第三种手段 基于前两种手段 消失或没了 他在考虑 是否可以在迷雾中 化生出什么 自虚无中来 演化出真实的物件或生物 为他所用 手机奇物开口 这也今天很有些门道 有些无与有的味道 王轩顿时一惊 道 你说的是超级化形为禁物品中的无与有 嗯 没错 类似无与有的道争 有意思啊 手机奇物流动出奇异的雾气 围绕着枯黄纸张看了又看 可惜 他没在记忆中找到什么 和他们有关 王轩动容了 手机奇物道 应该不是他们 仅有部分相似特质 而且 你这张经文可以一发两链 忽逆 和他们的路还是不同的 而且重叠部分也不是很一样 王轩松了一口气 他可不想和排名第一与第二的超级化形为禁物品牵扯上半点因果 实在是扛不住 有 也就罢了 五 这么多年 已经不见了 或将自己折腾没了 这俩都是上了另外半张必杀名单的存在 养生炉当年只是在历史长空中看了一眼那个领域的怪物 精神上就落下严重救急 他抬头 虽然别人看不到 但是他自己能发现 迷雾很浓重 藤起很高 冲向空中的一轮蓝月 很大的一轮月亮 像是要落到大地上来 蓝得深邃 不知何时出现的 地狱也有月亮 他自语 简然 蓝月和地狱稍显烟红的太阳 都属于道运层面的东西 不应该是真正存在的食物 此前他没有见到蓝月 是这一碗新出现的 手机奇悟到 深蓝月亮开始浮现 一般都是地狱有了新变化 或是好的 或是坏的 算是某种兆头出现了 角城外 牛腰绷紧的身体还有 脸 终于放松了 被舔来舔去 他怕得要死 也恶心的受不了 固然 阴阳狗 黑天鹅 牛腰等人眼前出现光亮 能看到天上深邃的蓝月了 也能清晰看到周围的景物了 退化的感知渐渐回来了 他们开始恢复 在他们周围 各种怪物出没 刚才也跟着模糊了 暗淡了 险些都消失 简然 那个巨大的舌头怪物 反倒是当中道横最高的 所以保住真实自身 临近了牛腰 王轩出现 迷雾自然消失了 他也收起了纸张 重新放进命土后方的世界中 被光之连衣击中 破碎化作虚无的舌头 大概曾有真心四次破线的实力 王轩做出判断 这就很可观了 他的那一技术法 直接就秒杀了这个层面的怪物 毫无疑问 算是真正的杀手锏 可惜的是 一击过后 就没法连着用了 而且施展起来 条件过于苛刻 需要他生物经文 进入迷雾中的神秘之地 就是不知道是否还要手持枯黄纸张 王轩看着空中的巨大蓝月 有种冲动 想接近那里 蹲月去看一看有什么 地狱到运所演化的月亮 当中是否有东西 然后 他就付诸行动了 越飞越高 想要临近蓝月 可是瞬间他就惊悚了 化成一道流光急速飞顿了回来 因为的超神感应自动激活 有所觉 附近淡淡的云层间有东西 非常危险 果然 他刚退回来 回到小城前 远方的云雾中就有庞然大物出现 越来越近 那是一头腐烂的巨龙 背着一口巨大的长刀 这是一头带刀之龙 是一个游荡者 境界很高 此外 还有一条上万米长的老蜈蚣 粗大的黑金躯体 无比的圣人 比许多天龙都壮阔 无声的飞来 在高空上一个盘旋 又远去了 蜈蚣 快接近一人了 腐烂巨龙背着的刀 应该是一人恋化 王轩做出判断 游荡者 在夜晚出现 出没于荒野中 因此 哪怕是真仙级区域 如果没有守着一座城 而是深夜在外乱闯 也会出现严重的生死危机 事实上 其他几家道场现在正在经历 他们早就进地狱了 作为先遣队 一直还算顺利 没有遇到危机 但是今天 接二连三出事 妖庭所有人都没了 现在 他们回归时 见到一轮蓝幽幽的圆月 而后被荒野中的游荡者围攻 不止是几个怪物 而是密密麻麻 无边无言 像是将这片大地上的游荡者都引来了 我们要出事 在野外遭遇大量游荡者 被围攻了 宛若地狱暴动 连一人及兵器都激活了 有人在和安全地带的本部人马通讯 焦急无比 稍有不慎 他们可能会不邀庭的后尘 全死在外面 数年来 他们不是没走过夜路 偶尔有危险 拎着一人及武器就能对付过去 但经验不同 蓝月出现 地狱像是暴动了 我 被一名游荡者的神殿锁住了 贯穿元神 大概这是我最后的遗言了 他的进攻手段 很像是我们时光天道场的古代 死在这里的顶尖针线 在时光碎片飞舞中 锁链将那个通话的人绞碎 让他瞬间腐朽 在岁月之力下化成尘埃 安全地带 正在接听的人 瞬间毛骨悚然 事实上 这一刻各教的本部 都接到消息 荒野中的同门或在求援 或是在留疑言 在通话中就听到惨叫 有人在被击杀 荒野中 远离城池 不会破坏平衡规则 真圣道场的超爵士 自然纷纷激活了艺人及武器 激烈对抗天上腐烂的金屋 飞天银翼 九星黄金瓢虫等 还有地下泥土中冲出来的可怕游荡者 快 向那边杀过去 我记得有一座小城 不是非常遥远 我们进城 这里游荡者太多了 根本杀之不尽 时光天的韶华喊道 黑色长裙燃雪 它满身都是时光碎片 在它周围 岁月规则化成神恋 化成仙剑 演绎领域 绞杀游荡者 它也有一件艺人及武器 横扫千军 朝一个方向开路 归虚道场的 卓天银金色长发飞舞 跟在超爵士的身边 也跟着传音 要各家联合起来 朝那座小城杀去 只剩殿的超爵士 手持一杆长枪 超凡文明火光沸腾 焚烧苍穹 当即挑翻了天空中超爵士级的腐烂金屋 带着弟子门徒向前闯 这个夜晚 树家道场进入野外 都受到了剧烈冲击 有一部分人丢掉了性命 还好 小城在望 在这个蓝月升空的夜晚 他们总算是没有陷入绝境中 所谓的地域平衡规则 对于游荡者同样适用 超过真仙层面的游荡者 自然可以跟着杀进城 但是 一旦激活全部倒横 那就是自陷死地中 什么情况 这么热闹 王轩来到小城的城门楼子上 将几名守卫者巴拉到一边去 他眺望地平线尽头 此时 他不敢升空了 就在小城附近待着 这个夜晚太危险了 他看到 地平线尽头密密麻麻 天上地下 到处都是生物 都这屁股在追杀一大群人 相当惨烈 包括早先俯冲向他这里来的 那头背着长刀的腐烂巨龙 以及那头万米长的老蜈蚣 都被吸引过去了 从云层中出现 跟着追杀 几家道场的人 这是深夜拉链吗 真敬夜啊 王轩在城门楼上自语 然后 又将几个向他冲来的徘徊者 一脚一个踹进城中 城下 牛腰 阴阳狗 黑天鹅皆在付匪 各教道场 那是拉链吗 那是在逃命 治检员真会说风凉话 同时他们看得出神 不愧是治检员 什么都不在乎 就这么强势霸占一座城的城门楼 根本不怕引起一城怪物暴动 他随便踹 像是在巴拉稻草人 当然 几名妖仙更担心自身 什么时候会被灭口 自看到枯黄的纸张后 他们就觉得没活路了 几家道常冲着远方一座 不是非常遥远的小城冲了过去 和王轩坐在的小城 算是这片平原上的双子城 天极高手和超爵士 顿时都收敛了气息 怕打破地狱的平衡规则 一群人以真仙为尖刀队 杀进城中 还好 这是一座小城 只有一名四次破陷者坐镇 数教联手肯定能拿下 当然 满城的怪物实在太多了 比较麻烦 需要他们全力清理 大半夜 那座城都在暴动 喊沙震天 尽管占据绝对的优势与上风 但是面对一城的怪物冲击 他们还是费了一番大力气 很长时间后那里才安静下来 王轩全城眺望 这时 他不再巴拉与踹那些守城的徘徊者了 佩戴上了从五城到那里得到的生物碎片 对城门楼上的怪物而言 很有震慑性 他很遗憾 那些游荡者 包括万米长的老蜈蚣 以及带刀的腐烂巨龙等 都没有去攻城 各自飞走了 庄子城对面那座小城 彻底清静后 也有人站上城门楼 眺望四方 打亮这片平原的大环境 当即就有人一正 升聚神眼 看到了双子城另一座城池的状况 有张熟悉的面孔 竟是孔轩 他似乎很清闲 坐在一张藤椅上 摆了张桌案 在城门楼上泡茶喝呢 同时在看他们这边的情况 孔轩没死 妖婷的人全灭了 他还好好的活着 而且 太可恶了 他在对面喝茶看热闹 这是嘲笑我们吗 见识星海中 引发不小的波澜 妖婷先遣队全灭 这则消息确实吓到很多人 该不会是 质检员孔轩做的吧 有不少人这样怀疑 地狱舞珀先介绍了一下详情 提及天乱城外的各种血迹 以及超爵士武器的碎屑等 许多人热议 因为确实有些巧合了 妖婷刚为各家道场提供孔轩的行踪与消息 转眼间 他们就自杀势地灭亡了 各位 孔轩大概率 也死了 一直都没有出现 而且今夜地狱出现惊变 蓝月升空 游荡者暴动 地狱舞珀先告知 明早他去探查情况 在地狱可怕的巨变下 连树家真圣道场 进入荒野的人都可能出意外了 而质检员孔轩一人独行 估计够呛了 地狱 双子城中的一座 王轩眷望大地尽头 手机奇物告诉他 他刚才升空时 看到了一座熟悉的城 一座很特殊 会移动的城 地狱神城 当年 他所看中的女子 可俯视真仙领域所有人 曾在那座传说中的城市内激烈厮杀过 如今他应该不是神城了 手机奇物探到 那里曾经历过非常血腥的大战 哦 王轩惊讶 手机奇物念念不忘的少女 曾经战斗过的地狱神城 让王轩来了兴趣 天亮后他想去看一看 第933章新篇地狱是个好地方 地狱神城 是对一种特殊诚实的称呼 规模巨大 会移动 当中的徘徊者与地狱本土怪物密密麻麻 这是仅次于圣城 圣庙等地的决定 比之天乱城如何 天乱城五次破线的怪物虽然都在入了史册中 但没法和地狱神城比 手机奇物回应 当年连他看中的那名女子 以傲视五次破线领域的盖带实力 都附伤了曾学染神城 当然 那里还是被他杀穿了 王轩悠然神亡 没遇上那个时代 没见到那个女子 无法真正切磋一番 甚至 他到现在都没见到真圣道场 活着的五次破线者来地狱 这个极数的生灵都被当宝贝疙瘩的藏着 你们也上来吧 王轩喊几头腰先 炸时间 牛腰 阴阳犬 虚空鼠都惊悚了 从头梁到脚 该来的还是来了 把那口锅也搬上来 王轩补充 我 想缓一缓 黑天鹅一个亮呛 鸡头腰的皮毛都炸立了起来 杀妖珠心 这时让他们自己抬锅上城门楼 而后主动跳进锅中 深蓝色的巨大月亮悬空挂着 整片地狱的夜晚都蓝悠悠 很深邃 从观感上讲比过去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好多了 当然 也有人不这么看 双子城的另外一座城池中 几家道场的人都在疗伤 气氛十分沉闷 地狱暴动 让他们受损很大 死了不少门徒 天亮后 他们就得向室外之地禀告损失 目前来看 肯定需要援军补充了 不然现在的人马不够看了 突然 有人眼睛直了 盯着地平线上的小城 狗约的孔轩 挑衅啊 他不仅在喝茶 还在对面架起了黑锅 煮肉吃呢 这真的有些招人恨 他们损失惨重 就差披麻戴笑了 结果曾被他们围剿的质检员 悠哉悠哉 吃吃喝喝 看他们大逃亡 看真盛道场蒙难 那是 几名妖仙 该不会是妖婷的人吧 落在孔轩的手中 归须道场的四次破现核心门徒子林 发丝沾着怪物的血 白皙面孔写满吃惊之色 孔轩的动向 一直被他们关注 妖婷全灭的事件 是否与他有关 按理来说 他还没有那种实力 但是 现在一群人看到几位妖仙后 都不禁皱眉了 明早过去看一看 指圣殿的四次破现门徒商咒说道 他一头银色的短发如火光在黑夜中燃烧 地狱是个好地方 真胜道场的人在这里嚣张不起来 王轩喝茶 看着远方 他又尝了一口黑虎肉 就彻底死心不吃了 钢丝般的肉质真算不上美味儿 至于现场红烧大鹅 清盾虚空薯 熬一锅黑狗肉 他没那个心思了 他估摸着 几头腰鲜的肉质都和钢丝差不多 同时 主要也是他刚才看到 那个巨大的舌头将牛腰全身上下舔了个遍 湿漉漉 看着就反胃了 王轩将一锅黑虎肉都为了几头妖怪 别看铁锅不大 但内有洞天 将小山式的黑虎整体炖在里面 吃吧 世间这么大 两个陌生的生灵相遇其实很不易 我们能在地狱相见也算是有缘 我请你们吃顿好的 鸡头妖仙眼泪差点落下来 顿时吃不下了 黑虎肉对他们而言确实是大补 是真谣 但孔轩的话太丧了 这是临死前让他们吃顿饱饭吗 马上就要送他们上路了 王轩从他们嘴里了解到很多重要的消息 挖掘出枯黄纸张的神秘属性 得到妖族真胜掌握的那部分经文 对他们几个还是有些有好感的 直接下死守的话心里过意不去 深夜 他琢磨真一经 研究无与有的变化 忽然 他心头一动 立刻对几人施展 进行感化 其实 各种顶尖的原神秘法都有些度化属性 比如 归虚道场的归化经 妖庭真胜在精神病大法基础上演绎出来的 唯我唯真经 王轩运转真一经 身上流动出真实与虚无的道运 针对他们的心灵领域出手 无了他们的敌意 有了好感 跨去对孔轩的恶 生出善意与亲近感 不得不说 精神领域的法门 都极其可怕 能开天辟地 还可以扭曲与重塑一个人的心灵 但是 王轩叹气 这不是他想要的 腐杂痕迹明显 这种人为改变 就是强行度化 没什么意思 然后 他就收了法 让他们回归自我 还是杀了吧 一了百了 王轩说道 别啊 小妖院归一未来 真圣孔轩坐下 成为门徒 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 小牛还想再活500年 牛腰急了 刚才被度化了 好赖还能活下去 现在恢复了 反倒要死了 心里落差有点大 下辈子投个好胎吧 去天堂 没有苦难 王轩扬起手 不灭口的话不行 那夜枯黄纸张关乎太大了 一记翻一夜 真圣之道都得杀过来和他抢 可这里是地狱啊 进来后 死在这种地方 怎么可能上得了天堂 来地狱被收割就走不了了 牛腰叫道 好像是这个道理 王轩点头 你还是把我们几个度化了吧 连最不爱说话的狗子都低头了 其他几名妖仙子人更是急眼 王轩抬起手 准备给他们一个痛快 其实 倒是有个地方可以送他们过去 手机起雾开口 哪里 王轩问道 天堂 手机起雾答道 天堂 只听说国妖亭 我们能进那种地方吗 几名妖仙的眼中都露出西季之光 有强烈的求生欲望 为那地方 说错了 全称是天堂饭堂 手机起雾告知 我 有点方 去那地方干啥 几头妖仙当场发毛 听名字就感觉不详 把你们送给厨子 手机起雾回应 听道 鸡头妖仙 当场 他们的瘦毛就竖起来了 看着这个黑乎乎而又冰冷的怪物 有种惊悚感 很想诅咒骂他 但又不敢 你太狠了吧 我还不如在这里被顿熟呢 送给专业人士去动刀 没有比这更残忍的事情了 阴阳狗说道 他们身在妖亭 什么没见过 有犯了天条的鱼妖被送到厨房去 肉身和原神爱了那死厨子一万八千刀都没死 被活着送上了餐桌 精明妖仙料想 天庭饭堂的厨子也差不多吧 手机起雾道 去了的话 运气好可以给厨子打下手 不用当食材 他原本不会管这种小事 他的本意是 让王轩在几个妖仙身上多施展几次无与有的精力变化 就像之前 他悟到时 有思思迷雾一出 让几人差点没了 而后他从未知的神秘之地回归现实后 几人也跟着恢复了 清晰出现 厨子当年在某一季的混战中遭了无望之灾 无私断救宇宙 一道光波击穿厨子 有四也出现过 和未知的至高生物厮杀 也有连一之光扩张 厨子很倒霉 先后被打中 后被其他真胜祖姬 圣允 现在还有那么一缕残灵 依附菜刀上 手机奇物想让厨子看一看这种相近的无与有的变化 以如今看起来还算简单的道运 回忆自我 看能否有恢复一些的可能 然后 几人暂时就归手机奇物接管了 时机合适后 会被送进天庭饭堂 地狱的太阳升起 万物生机勃勃 荒野中大量的游荡者都消失了 无比恐怖的一夜过去 几家道长青点门徒 简缘四分之一 很残酷 但缘好过预期 天光大亮后 就有一些人来到王轩所在小城的外面 想弄清楚状况 都在冷漠的看着城头 妖庭 是因为你负面 有人问道 别乱扣帽子 这种惨绝人寰的事 怎么可能是我做的 王轩义正词言地驳斥 各位 你们不要乱说话 孔轩是好人 冒死迟人我妖庭 奈何 终究是无力回天 金明妖先纷纷开口 替孔轩说话 目前他们已经属于天庭饭堂的边外人员 说是弃暗投名 孔轩说了 要帮我们到底 我们几人还活着 妖庭仙遣队就算没有全灭 现在分部正式成立 城下一群人瞠目结舌 为妖庭仙遣队成立了 他们觉得心累 这是不该由他们操心 等妖庭的金锐来了 肯定要找几名妖仙血腥清算 这几家道场来都快 去的也快 没有围剿孔轩的意思 因为短时间太疲累了 各自损失惨重 而且他们有点摸不清状况 邀庭那些人到底是怎么死的 是否与孔轩有关 他们决定先去休整一番 等援军来了再说 当日各家道场都有新队伍降临地域 补充本部 而且准备有所行动 拿下几座城池 主要是荒野中太危险了 连那些安全地带与据点也不稳妥 各教都需要一座坚固而强大的城池 简然 当下的双子城不能满足他们 因为规模太小了 容易出事 万一有对头不计代价 一人手持一人集武器 展开自杀式攻击 某平一座小城十分容易 尽管这样会打破平衡规则 袭击者自然也难逃一死 但若是一人一气就能换来对立阵营损失惨重 说不定真有人会派出死是这么干 王轩也考虑到这个问题 他还真担心 有人抽不冷子投掷一柄一人集的兵器 给他来下狠的 不过 有六杆规则同锚在手 他多少还算安心 真要动用这个级数的武器防御 最后的逆力也是算在世外老僵尸的头上 别大意 必杀名单极其重要 有些到场肯定不惜代价的寻觅 某些真剩大概率也会研究规则漏洞 亲自炼制出特殊的物品 手机奇物提醒 看来 有必要拿下一座巨城了 那座地狱神城怎么样 它的规格更高 王轩问道 地狱的巨城 比如天乱城 防御性很高 虽然一人集武器能打破它 但是无法全面摧毁 以这种地方为据点 自然会无比安全 它被杀穿了 手机奇物道 建议王轩自己去看一看昔日赫赫有名的地狱神城 就当瞻仰一记了 他提醒 当然 他依旧危险 一般人不会选他为落脚点 王轩待在城门楼上 一直没离去 主要是对面那座城 几家道场的人还没有全部退走 留下一部分人马 他若是出城 估计有人要蠢蠢欲动 王轩暂时不想搭理他们 开始考虑五次破线的问题 你近期要踏足那个竞技领域中 连手机奇物听闻后都有些期待 简然 王轩一次又一次的表现 让他都不是很平静 想看一看他五次破线后到底多么不凡 还要准备 我得将真一经第三种手段领悟出来 才保险一些 王轩回应道 你在担心什么 手机奇物问道 他听出韵味 王轩能进去了 但是却很谨慎 昨夜他深入枯黄纸张上的经文 前两种手段都是底牌级的东西 近期他还想让第三种手段成型 五次破线有点怪 上次在原神附近 我看到一株草 看到一个沙漏 这是超出理解的东西 手机奇物亚然 他竟然在担心这种代表 具有真圣之资的生物他私存后 到 回顾超凡历史 昔日这些生物没出过什么不好的事 都很神秘 都极其强大 可以作为杀手锏 当作底牌来用 我没说他们异常 是莫测与危险的东西 我想依靠自身 可以制衡他们 所以想再准备一些手段 王轩说道 他又补充 地狱的平衡规则 给了我一些启发 原神中莫名诞生的圣物 我要重视 要提升自身 来平衡一下 当日 有消息传出 指圣殿的人去攻打一座城池 踢了铁板 城中竟有三位四次破线的徘徊者 追杀出来 让他们吃了大亏 全空领这个只通缉孙悟空 并没有针对孔轩的真圣道场 低调很久了 也付诸行动 去进攻一座目标城池 结果 杀鱼而归 时光天的援军到了 捕足人马后 他们的心有点大 去攻打一座相对而言败落的巨城结果 他们遭受惨败 巨城中归是巨城 并没有全面荒废 当中依旧折服着一个五次破线的怪物 枯继林也攻城受阻 四次破线核心弟子木武牙进城后 被撕掉半边身子 险些就没逃出来 归虚道场 卓天明和紫林两名核心弟子都身负重伤 败进去的人死了一半 各大道场都遭遇重大打击 想攻下一个安全的栖身城池 第一天都失败了 地狱有变 每座城池都比记载的要危险一截 和过去完全不同 这无形中提高了一个段位 有人心情沉重的说道 真是一群废柴 他们的主力还没来吗 王轩知道情况后 也有些惊讶 所有道场居然都失利了 事实上 这件事闹出的风波 远比他们想象的严重 等稍晚时 消息传回现实 注定会引发巨大的波澜 地狱确实像一片半独立出去的外宇宙 有和超凡中心世界不同的道运 是个闭关悟道的好地方 王轩自语 手机奇物和他说过 一人需要两剂才可成就 主要就是因为需要换宇宙 感受不同的规则道运 而他来地狱 进行五次破现的话 也算是多体悟一些准宇宙级的规则道运等 我一个人去打下一座巨城 作为清静之地 勿法 研究真一经的第三种手段 地狱神城似乎有些问题 他可以在巨城中选择目标 单人打下一座城 牛腰 阴阳狗 黑天鹅 听到他的自语声 都震惊了 第934章新篇 神兆该不会是你吧 鸡头腰先称目结舌 他不会是认真的吧 他们知道 孔轩的真实战技 神勇 可与五次破现者对抗 可是 他要面对的是一座巨城 城中的有多少怪物 那种场面想一想就可怕 满城怪物暴动 谁受得了 足以堆死五次破现者 单人匹马的话太单薄了 而且 残酷的例子摆在眼前 今天算是第一日 来自世外之地的真圣道场 全都败了 损失不小 其中 时光天道常选的是一座败落的巨城 怪物凋零 远无法和过去鼎盛时相比 都有些寂静了 可是时光天过百强者猛攻 还是惨败而回 孔轩 未来的真圣 三思而后行 吃尾妖狐开口 现在他们算是一根线上的蚂蚱 彻底投靠过来了 他们这个妖庭分布 绝对是很多人的眼中钉 致检员要是完蛋 他们也没有什么好下场 目前 他们了解到一些真相 对未来抱有希望 因为那手机奇物深不可测 疑似真圣级 王轩淡淡地批了他们一眼 道瞧你们那点出息 剧成怎么了 不就是怪物多吗 然而 五次破线下街粪土 我 他们感觉 都跟着被骂了 他这真是自负过分了 霸道的不像话 看不起五次破线以下的超凡者 也不是所有人都如此 王轩补充了一句 当然 还是没包括他们 接着到 大气晚成者除外 手机奇物都有点受不了他 自信过头了吧 你也才四次破线 他平静地提醒 嗯 不拘你几次破线 有五破的实力就行 王轩再次补救 不然 将自身也给污名化了 其实 他也是有些不自在 这种话也就关门说一说而已 激励下身边的几个妖怪 不然都太耸了 这群废柴怎么还不走 难道还在盯着我 惹击我的话 你们也别薅寿 王轩看地平线尽头那座小城 事实上 今日一战 各家愁云惨淡 真没心思关注他 都在默默舔石伤口 暗自神伤呢 全败了 一日间 五六家道场先后去扣关 结果都被地狱的怪物赶出来了 兜着屁股一路大追杀 昨夜地狱暴动 再加上今天攻城再败 各家真是要披麻戴笑了 身外道场死了不少人 实在不行的话 接着如实向上反应吧 这些本来就是主力该做的事 有人开口 或许 我们选择的城市有问题 再看一看吧 总是球员 那就真的要不被信任了 各家内部都在商议 先关下局势 明日会有另外几家真圣道场出手 看他们的占博怎样 超凡中心世界 外界还不知道各家真圣道场在地狱攻城大败的事 现在的新海中 人们刚知道昨夜的结果 地狱舞魄先发文了 真蓝之月 悬空而挂 地狱一夜暴动 各教损失惨重 有亲故的赶紧留言吧 看一看是否失联 这里死了很多人 地狱舞魄先告诉外界 真圣门徒都在被追杀 最后躲进一座小城中 荒野中的游荡者密密麻麻 嗷嗷鬼叫了一宿 山体大的巨兽与遮蔽蓝月的摄人猛琴 也都嘶吼与提名了一夜 便是躲在安全地带 所有超凡者都彻夜无眠 各方都下毛了 接着 他发了另外一条消息 不得不说 治检员命大 或许可以说到行高深 他没有死在荒野中 占据了一个小城的城门楼 在煮肉喝茶 在蓝月升空后的地狱暴动之夜 经过得很悠哉 这引发热议 妖庭都被灭了 孔轩还活着 到底是不是他做的 而且通过后续消息 人们还知道 妖庭分部建立了 有几个妖族的真仙和治检员走在一起 这让很多人无言 这是真的吗 地狱舞魄先有些反慨的爆料 按照孔轩和几位妖仙的说法 他们结盟了 相互扶持 携手并进 孔轩和妖庭分部慕林友好 结为盟友 地狱赛上演什么大戏 人们听得一愣一愣的 昨日 治检员还和妖庭为敌呢 今天就有了新姐 孔轩曾去持援妖庭 只是无力回天 改变不了大事 但是 活着的妖仙 都对他感恩戴德 一致称赞 我怎么突然发现 孔轩有点牛奔 比预料的还厉害 这该不会是灭了妖庭 翻手就扶持起一个伪妖庭分部吧 见识新海中 最不缺少的就是分析专家 没事还阴谋论呢 更不要说地狱看起来真有事 简然 很多超凡者都对敢向真圣门徒下手 并敢对核心门徒治检的孔轩 还是很有好感的 因为部分人觉得他这是打破了权威 敢教育战事外之地的弟子 算是严重出格了 做了很多人只能想一想 但却一辈子都不敢也无力去做的事 孔轩心地善良 不计前嫌 去救妖庭的真仙 真是个好人啊 有人这么留言 点赞超高 也不知道这群人是在黑 还是真耿直 反正一群人都在顶 纷纷留言交口称赞 治检员进入地狱后 也就是将时光天的黑衣冷艳丽人 韶华按进了大峡谷中 刚检测了一个而已 还需努力啊 希望多去掂量一下真圣道场的核心门徒 无比期待 也有很多人这样留言鞭策 地狱 真圣道场 孔轩 最近两日都快成为超凡世界的热词了 海量的人都在关注后续事件 期间 一人心也在发文 但显然没有地狱舞魄仙的爆料 详尽与真实 就在当日 地狱舞魄仙被人暗中告诫 消息先压一压 不得再直接发到现实星海 尤其是几家真圣道工程失利 全都大败而回的事 让他等上两日再发 先看一下后面的结果与风波 超凡密网的人对他的解释是 一再失利会打击现实超凡者进入地狱探索的信心与积极性 但是舞魄仙认为 估计是有些真圣道场在施压 不想有过多的负面报道 可是地狱这么多人 能瞒得住吗 王轩一天都在城门楼上喝茶 从硬土后方的茶树上心采摘下来的茶果 带着超物质露珠 清新又浓郁的生机 也说几个妖仙 就是手机奇物都一阵出神 问他从哪里采摘的 随身携带的伏地洞府中摘的 王轩随口答道 那座洞府 还有你身上的储物手镯等 我都看过 并没有 手机奇物说道 你亏是我各种隐私 没有 各家道场的人不走 总有超凡者向这边张望 王轩也不好大辣辣地横穿平原远去 一整天都在品茶与研究真一惊 同时 他也多次连上超凡密网 看最新消息等 一人心 他真在地狱吗 王轩顿时想沿着网线找这个骗子去 买了此人的地狱生活指南 明显被收税了 手机奇物道 尝试定位了 他不在地狱 大概在现实星海 这个骗子 人都离开地狱了 还在报道这里的最新消息 真有他的 王轩感叹 越是这种混账 越是不好抓住 接着他猝眉 道 这个地狱舞魄先是谁 该不会就在对面的小城吧 感觉他离这里不算非常遥远 应该是真胜道场的门徒 然后 他怀疑的看向手机 道或许 可以换个角度 该不会是你吧 手机奇物道 你看我有那么清闲吗 王轩亚然 道 你不是一直都很闲吗 平日也就拍拍照 美其名曰记录美好生活 除此之外 整日无所事事 闲得发慌 手机奇物顿时不想搭理他了 实话最伤人 这个人到底是谁 现在该不会就在远方窥视我们吧 王轩自语 他确实来历颇为不凡 手机奇物还是没忍住开口了 虽然无法全面复苏 但是在地狱论坛找个人 对他而言 很简单 什么来历 王轩来了兴趣 被手机奇物说不凡 还真不容易 应该是神兆的后代 手机奇物平静地说道 王轩一震过后 才反应过来 道 无有事者横神照中的那个 接着 他就震惊了 超级化行为禁物品 能生后人 而且有后裔来地狱了 这种来头 岂止是不凡 是 手机奇物简单回应 旁边 几头妖先都快听傻了 因为 这一人一怪谈的都是什么 动辄就是除盛 以及各家道场 现在又谈到了 更为深不可测的超级化行 违禁物品 太震撼要心了 神照是谁 更古匆匆 那么多违禁物品都碎了 消失了 他依旧还在 且完满化行了 是排在第五号的存在 哪怕最顶尖的真圣道场 都对化行至宝忌惮不已 根本不愿招惹 地狱 开始有意思起来了 真是什么牛鬼蛇神 都开始出现了 五次破限者也快到了吧 居然连化行为禁物品的后人都来了 王轩自语 然后 他又来了精神 道 话说 这是神照跟随生的 旁边 挤头腰先冒汗 智剑员还真是牛 这种话都敢说出口 居然在探究至高生物 神照的隐私 手机奇物有点不待见他了 道 你最近是不是有点社交牛奔正 管那么多做什么 他和随生的关你什么事 王轩疑惑的看着他 而后露出异色 接着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道 该不会就是你吧 滚 手机奇物剧烈闪耀光芒 还好这是地狱 不然他保准直接复苏 非教育 王轩怎么做一名本分的真先不可 王轩赶紧解释 你误会了 我不是说你为他生了后代 我的意思是说 你本身该不会就是神照吧 因为你每天都在四处拍照 城门楼上 牛腰 阴阳犬 虚空鼠等 全都瑟瑟发抖 这该不会要被第二次灭口吧 他们感觉像是梦游似的 原以为遇上孔轩与枯黄纸张已经够离谱了 结果这个怪物也逆天 是让各家真圣都不愿招惹的至高生灵 神照 我和神照没有任何关系 手机奇物很直接的否认了这个身份 他接着开口 神照 你以为因何得名 昔日 他虽为超级违禁物品 但在精神领域中有独到之处 原神之光可照破天上地下 号称万物皆可灭 别人难以抵挡 不是拍照 懂 懂了 王轩赶紧虚心的接受批评 显然 他说手机奇物生孩子这件事 招惹了对方及其不待见 旁边 挤头腰先依旧在擦冷汗 平日真圣道场中 高层都很少直接谈论超级化形违禁物品 这个黑乎乎的怪物随意点评 自身大概不处 王轩赐语 神照的后人 起名为地狱五破仙 大概是名副其实的五次破仙者 他为什么这样做 他有些不解 手机奇物道 违禁物品的后人 根古天赋与精神力量等 都不用怀疑 但带着至宝的某些心性 需要在人海中沉浮 体会人心的多变与复杂 才能走得更远 王轩点头道 难怪 他跑地狱来冒险 兼且做这些事 是在进行着与常人不一样的修行 次日 月圣湖 妖天宫 黄仙窟 赐青宫 乐神福等 多家道场也出手了 各自都想去打下一座城 这些道场 王轩都听说过 但是有的却从未接触过 赐青宫 终于不再低调了 王轩深邃的双眼中 流动着遇到符文之光 事实上 他一直在盯着这家道场 平日虽然不谈 但一直在收集他们的消息 赐青宫不低调了 来到地狱中 并在攻打一座城 这意味着 他们的那位真圣和只剩一行 都复苏了 应该没出事儿 可惜了 早先 王轩还在猜测 赐青宫的真圣可能死了 这家道场 杀了他那位从未见过的姐姐 其天赋不比王玉胜差 况且 赐青宫现在还在通缉王玉胜 这意味着 王轩未来注定要和他们对上 此时 地狱很多人都在关注 皆在等待消息 看那几家道场能否扣关成功 打开局面 随着时间流逝 荒野深处终于传来了消息 岳圣湖 妖天宫 黄仙窟 刺青宫 恶神府等道场 全都败了 损失惨重地逃了回来 一时间 地狱震动 这相当打击个较低士气 第二批真圣道场也失败了 就在同一天 王轩不再忍下去了 将几位妖仙收进福地洞府中 离开这座小城 一路急速远去 真要有人追杀下来 他做好了准备 那就干账吧 找机会反杀 不过 这一日各家道场都愁云惨淡 很丧 没有人去盯着他 等注意到城门楼上没人了时 他早已消失在荒野深处 我看到了谁 孔轩 他竟然离开了那座小城 这是要去哪里 呲 他 冲着去城区域闯过去了 他要干什么 地狱舞破仙 被超凡密网的人警告 暂时不能向现实 发布最新战况等 但是他没闲着 依旧在很敬业的工作 前行逆踪地窥探 跟开等 坏了 凭我地狱舞破仙的角力 居然追不上他 一眨眼 人就从地平线消失了 真是见鬼了 他怎么能把我甩开 强烈的原神本能直觉告诉我 他这是要干一件大事 我必须得找到他 地狱舞破仙严重怀疑 孔轩该不会是要 之身去攻打一座巨城吧 可是难度很大 目前各家道场 攻打中等规模的城池都败了 第935章新篇 之身打进一座巨城 天乱城 规模巨大 虽然斑驳陈旧 但是依旧属于赫赫有名的凶城 王轩又来了 从熟悉的城池开始选择 目前他也只来过这座巨城 他在半空中眺望 城内主街上雪浆还未干涸 但是那些被打烂的怪物都不见了 他醋眉 虽然对这里叫熟 但并无特别感觉 且妖婷一直在惦记 主力要是来了 估计依旧首选此地 他离去 横穿荒野 怎么会这样快 难道非要解锁神兆之光不成 可是 容易泄露身份 地狱舞破仙追逐 他竟然跟不上 额头冒汗 他有些相信了 孔轩是冲着那些名城而来 想只身攻打进去 个别道场也接到消息 最近这两日 各家行动频繁 在荒野中不知有眼线 包括豢养的鸟兽 炼制的鸡蟹飞蛾 微小的蚁虫等 王轩没在意 一冲而过 连过四座巨城 都没有看中 有的城池太残破了 几乎快毁掉了 这种巨城用来防备一人及武器的突然袭击 估计够呛 有的巨城 环境太恶劣 比如一座赫赫有名的凶城 虫城 满城怪物都虫子 神采也就罢了 蜈蚣 有眼 蛇 各种色彩的蜘蛛 如如而动 种类没有过万 也有数千 满城尽是斑岸采物 是可伤人元神的规则化毒素 除非把全城毒虫都给灭了 全面净化一遍 不然无法成为清净的闭关地 关键是 这里有一只虫兽 一条蛊虫 一个人形虫怪 都是五次破陷者 一点也不比他其他具承弱 攻打难度很大 性价比极低 这座城池不错 难得环境雅致 像是一片神圆 不像是怪物盘踞的恶地 王轩看中第五座巨城 城中葱绿 巨藤缠绕 古树参天 充满生机 不过他很快发现真相 当他将从荒野中抓到的 一只雪白的地狱鸟 扔进城中后 任他急速飞顿 冲天而起 也逃不了 安静的巨城瞬间暴动 那些大树古藤全都封了 睁开眼见 出现面孔 真万次穿天空 发出癫狂的尖叫声 满城草木都是超凡怪物 比其他城池中的生物还是雪 各种之叉都化成雪色 树根自拔地而起 草木凌空飞舞 疯狂于可怕程度 更胜过其他地方 算了 还没有怪物可爱 王轩果断放弃百草城 终于 又一座巨城吸引了王轩的注意 宏大 壮阔 虽然陈旧 但是城墙等都很完整 镇纹使他坚固不朽 城中的怪物也相对少一些 有序站立 且 他从城门口扔进去一块巨石 并不是满城暴动 只有几个怪物露出浓烈的敌意并冲来 很不错啊 街道干净 整洁 没有那么多的雪屋 整座城都有序不乱 相对而言 十分安宁 王轩给予高度评价 可惜满意赶总不能持久 诚实没问题 但他竟然是明洞市外道场的绝地 武仙城 他被各家真圣道场记住了 有大量详尽的记载 属于极端危险的巨城 内部有五名五次破线的真仙 其中有四名真仙 来自不同的真圣道场 仔细算来 这算是树家的血泪城 根本打不动 枉死了道场中的门面人物 都是一个时代真仙领域中的神话人物 在古史上流明 武仙城原本只有一个五次破线的地狱本土怪物 是这里的城主 不用怀疑 他顶尖强大 历史上仅被打残过有限数次而已 但又被地狱恢复了 他凭一己之力 慢慢将这里演化成武仙城 王轩虽然自信 更是曾激励牛腰 阴阳拳等人说 五次破线道横之下接粪土 但他也不会自大的来进攻这座城 毕竟 他只是为了找一处清静之地闭关 当夜晚深蓝之月升起后 不被狂躁的游荡者与真圣道场的死士袭击即可 等我五次破线后 再来这里游览名圣古迹 他转身走了 最后 他来到了地狱神城 一个让手机奇物都自动飘浮出来 默默打亮的城池 七日 神城部属于这里 不在圣皇城 机械圣庙所统侠的区域 而是在大地的尽头 但他会移动 这一世来到此地 他果然雄魂壮阔 城墙绵延 宛若山岭 这个高度就有些惊人了 墙体带着裂痕 染着早已变得乌黑的血迹 地狱神城 比王轩早先看到的那些巨城都要大一些 最为关键的是 在城外还有大片的遗迹 被摧毁了 只剩下少量瓦力 以及部分难以磨灭的地基等 王轩吃惊 道 我怎么觉得 神城只是一座内城 曾经还有外城 巨大无边 远超现在的规模 手机奇悟道 是 神城较为特殊 是毁过的古老城池 锦内城就比那些巨城大 所以 曾经极度危险 他又补充 现在的神城没那么危险了 当年被杀穿 真正全面摧毁了里面的五次破现的徘徊者 即便还有五次破现的怪物 也属于意外 是幸运的漏网之鱼 昔日提前跑了 不过 大概率是无了 王轩绕城飞了一大圈 城墙是以黑金石铸成 刻满符文 布满刀痕剑孔 不像是个体的攻击 像是被超凡大军寇过关 地狱神城有点神秘啊 他回头看了一眼被毁掉的外城 他来到城门前 站在这里 觉得自身都渺小了 城门楼像是一座大山 珠红色的城门高大 厚重 以血金筑成 古朴有裂痕 遭受过重创 城门敞开着 城内有迷雾 还有丝丝混沌物质 十分神秘 王轩回头看了一眼 道 超级化形为禁物品的亲儿子还真追下来了 有些门道啊 速度不慢 手机奇悟道 是后人 不可能是五代内的子孙 要不我去掂量一下他 看是不是五次破陷者 王轩转过身 看向地平线尽头 我劝你当下最好不要和超级化形为禁物品一息起冲突 手机奇悟提醒 你想哪里去了 我只是想认识 不是挑事厮杀 王轩化语刚落毙 地平线尽头的身影一闪 顿走了 果断而迅速 神觉这么敏锐 连以神照之光护体 急速追来 他都察觉了 地域五破仙皱眉 感觉这个孔轩很怪 跑路了 那就算了吧 王轩转身 向着城门内走去 他对超级化形为禁物品非常好奇 但是他明白 那种存在太危险了 想要了解的话 只能通过其后人 城中布局讲究 王轩怀疑 这里也曾经是一座皇城 建筑物成片 青铜楼阁高大 更有一座又一座巨公 中心地带的公爵如山岳般威娥 你确信没有五次破线怪物了 王轩问道 这样算的话 他这是简陋了 别人还没有发现这里 地域神城 应该是刚飞过来没多久 什么是沙川一座城 那就是真正清空 除掉所有怪物 绞杀五次破线的徘徊者 将他们彻底打没了 让地狱都无法复苏那些怪物 当年他做到了 手机奇物严肃地说道 很厉害啊 王轩点头 在别的城池 即便击杀了那些城主 也就是五破的怪物 多年过去后 还是会被地狱复活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天乱城 妖婷以为就剩下一个路横了 结果发现 另外两个被毁灭的城主又出现了 神城中寂静 有正常的石墙 也有秘金楼阁 还有铜母电宇等 像是很多年没有人踏足这里了 王轩深入一段路程后 无声无息 从他的身后 从他的左右 从那些建筑物的混沌物丝中 走出来隐隐绰绰的身影 将他包围了 你确信 当年这里被杀穿 被清空了 王轩问道 现在倒也无据 进城后他就有所绝了 混沌物丝间有隐藏的空间 手机奇悟道 当年确实被清空了 但是 你要知道 地狱中有很多徘徊者 这么大一座无主之城 大概率会吸引来一些怪物进入并弃居 但五次破现的怪物不同 都有自己专属他的领地城池 一般不会换城 我感觉又被你坑了 王轩说道 整座地狱神城不再安静 彻底暴动 密密麻麻 到处是身影 无数的怪物嘶吼着 咆哮着 很多腐烂的巨兽与猛禽 遮天壁日 将他给淹没了 他总结出经验来了 在某些关键节点上 手机奇悟始终如一 不靠谱 手机奇悟道 我说的是事实 你看 这头腐烂的天龙 还有那头飞天云蚁 以及这头大力魔猿 都属于这片地狱的怪物 应该刚进城没多久 和当年那一季的徘徊者 与凶物完全不同 都是新来的 你捡了各大便宜 有这么多的守成者 却无五次破现的怪物坐镇 实属幸运 王轩没有停下脚步 一路向着神城中心地带杀去 以超绝的道横打穿一条血路 沿途各个种巨兽的残体 猛禽的断翅 还有人形怪物的血肉 铺满了道路 这是在血淋淋地开路 在这座神城中想要前进 没得选择 只能靠真正的实力战斗 一路杀进去 他不怎么害怕 真要有变故 不可为的话 他再杀出去就是了 如果让其他人知道他的想法 也只能惊叹后又沉默 地狱特殊的巨城 岂是那么好进出的 地狱中 安全地带 各家道场都在研究当下的局面 主力不来 他们真打不下来一座城 虽然选的是中等规模的城池 但还是败了 有人探到 只要能打下一座 就可以滚雪球般壮大 有的道场一直在研究地狱的城池与怪物 这一次 真圣亲自刺法 部分道场准备拿下城池后 想尝试画怪物为己用 五次破陷者不来 没有人可以拿下一座城 有人探到 当下真打不动 很快 负责构建超凡密网的组织 告知各大道场 消息压不住了 在地狱攻城失利的消息传回现世 外界初步听到了风声 建设 新海中 真的假的 所有真圣道场都大败了 各家道场先后去扣关 但都杀雨而归 目前地狱中 中等规模以上的城池 一座都没有打下来 建设 震动 地狱 神城 巨兽咆哮震天 而后 硕大的头颅就飞出去了 带着大片的血水 接着 一条天龙带刚俯冲下去 扑的一声 他就被竖着劈开了 粗长的身体列为两片 坠落城中 好猛 他真的进攻了一座巨城 而且快杀到城中心去了 地狱舞魄仙又出现了 在远方看着 他猝眉道 这是什么城 有些不一样 早先一片死寂 现在却是满城暴动 在他自语与观看时 地狱神城中 成片的凶琴坠落 被全光轰穿 腐烂的金屋 还有一群斗战神雀 以及密密麻麻地狱明英 全部爆开了 血与古速速坠落 神城中有一团璀璨的光 凿穿一条雪路 快速向前推进 第936章 新天杀神王轩 地狱神城 寂静漫长岁月的 他在今日沸腾 全城暴动 各种巨兽复苏 猛琴铺天盖地 不断俯冲下去 王轩杀红了眼睛 很久没有这样出手了 全力以赴 想要凿穿一座城 一路沿着主街向前杀去 即便是上一次 他在天乱城都没有这样雪拼过 当时离城门不是很远 他主要就是对付陆衡 现在 全城的徘徊者复苏 都在围攻他一个人 他陷入何一城怪物雪拼的可怕环境中 这是从未有过的经历 不过 他现在的战力堪比五次破陷者 杀性被击出来后 神勇 像是超凡领域的脚肉鸡 一路大开杀戒 在这种地方 没有必要对怪物心软 因为稍微迟疑 自身就会惨死 扑天盖地的猛禽 不乏一种 漫天的火压 在喷吐太阳火精 成群成片 数以万计的集结 确实非常可怕 这种围攻 比之面对单一的绝顶真仙 危险很多倍 四方皆是敌 这就是一辆来堆死刀手的典型 王轩火力全开 杀红眼睛后 纵然是海量的凶情 一起俯冲过来都没用 他命土后的世界 十几种霸道的超物质 像是一条条江海决堤 跟着涌动出来 随着他挥拳 随着他口中飞出的 遇到化光剑 横扫天空 扑扑扑 数以万计的火压扑击下来后 就再也没有飞起来 他们或者断头 或者被剑光力劈为两片 或者被雷火击碎 这也算是巅峰对决 一个很大的族群自杀式的进攻 换来了王轩的权力对抗 激烈反杀 数万只火压中 有一些腐烂金屋 由他们带队 但是依旧无效 黄金铃雨崩碎 漫天太阳神火被地上 那人打得溃散 王轩挥拳时 十几种色彩斑斓的物质 作为全光中的超凡因子 打爆天穷 此外还有剑轮冲销 绞杀四方 终于这个族群七零八落 被他一个人击溃 其他四次破陷者 根本做不到这一步 会被生生堆死在这里 十只纯血金屋带队 结果却是整个族群近乎覆灭 王轩皱眉 将徘徊者和城中的怪物都打没了的话 谁为他守城 不过 眼下真顾不上 不杀那些生物 他自己就要死了 现在他满身都是血 全都是怪物的血浆 很多年没有这样了 他沐浴不同超凡生物的鲜血 凿穿怪物群向前冲 很快 城池上方又被凶物覆盖了 那时一头又一头飞龙 蜥蜴身子 恶魔肉翼 覆盖满天空 城序列的杀来 你确定地域神城还是无主之地吗 王轩皱眉 不过也无所谓了 都杀到这个地步了 他想进入中心去攻看一看 究竟什么情况 而且 越是向前杀去 他感觉越是清晰 这作剧成蕴含着不同于超凡中心宇宙的神秘道运 这让他惊异 但这正是他选择来地域五次破线所追求的东西 理想成为艺人的超爵士 都在寻觅不同宇宙的道运 更遑论是真仙 真要获取 自然好处不小 确实有些问题 但是 你应该能杀进去 手机奇悟道 然后 他就提及道运的事了 道 你感受到好处了吧 在各作剧成中 都有不同文明的道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越是古老的剧成 越是珍贵 因为 陨落在这里的大量徘徊者 偏离这一季的超凡中心宇宙过于久远 与现今的道运区别很大 杀 王轩不管这些了 当下 他在屠龙 体外出现光轮 全是剑气在喷勃 他直接腾空而起 天空中 数万头飞龙集结 换成其他人的话 直接就要被碾压下来了 但是 王轩却逆势冲起 璀璨剑轮笼罩他 像是在屠杀 所过之处 飞龙破碎 霹里啪啦的向城中坠落 到了后来 他像是一轮大日横空 光芒普照之地 大量的飞龙如同雪花在融化 雪肉爆开 而后领 脚骨 雪速速洒落向地面 当中也有腐烂的天龙 还有五色真龙 肩围头领 龙银阵阵 阴波撕碎长空 各自带着法则领域 冲杀过来 王轩无惧 眼角眉梢 包括发丝与衣角 都有剑光 全身上下无处不可杀敌 欲空而行 主动杀向前去 同时 在他的手中 由遇到画符文交织 出现一口巨剑 冲破他体外的剑轮 被他擒着 扑的一声 于虚空中斩巨龙 他凌空而行 此时化身为杀神 所过之处 龙尸不断坠落 这片城区完全被血水染红了 被各种巨兽的残肢断壁堆满 像是来到了修罗场 王轩横扫着群凶龙后 降落在地 看着满地的血鱼骨 他有种名物 地狱原本像是一个新世界 最后为何叫了这个名字 眼前所见很应景 解释了一切 确实如同地狱 即便是海量的猛禽 铺天盖地飞行巨兽 都压制不住王轩 多次都是他自身主动降落在城中 主界很开阔 地面的怪物更多 有神虫 有罕见的一种 现在嗡嗡声响起 震耳欲聋 那是一片神虫 都是长翅膀的蓝蝎子 持许长 像是带着道沟的不规则飞溅 密密麻麻地飞了过来 蓝光如雨 最后更是交出成一片蓝色汪洋 换个人转头就得跑路 四次破陷者也扛不住 会惨死在这里 因为这些蝎子都是真仙及凶物 这么多发起自杀式的重逢 场面极其可怕 枪枪枪 一时间 王轩体外的剑轮火星四剑 各种天蝎以道勾及速刺来 虽然大量被剿断了身体 但后面的汉不畏死 些海无尽 依旧在冲杀 五 王轩眉心发光 超神赶触发 而后运转真一惊 瞬间前方的蓝色神虫都模糊了 同时他体内十几种霸道的超物质涌动 如同雷火淹没前方 他也在释放雷霆法则 噼里啪啦 模糊的蝎子在前方持续爆开 此季 王轩杀疯了 杀穿蝎群地带 沿途又有各种巨兽扑来 有的如同大山般 从虚空中降临 比如 现在就有一头地狱火牛 踏破虚空 庞大无比 摸得一声咆哮 震得虚空动荡 他通体漆黑 带着烈焰 那硕大的蹄子都远比王轩大很多倍 向着他踏来 王轩全力以赴 硬撼着头山岳般巨大的黑色火牛 在半空中 将他生生打爆 雪雨漫天洒落 接下来 他一路向着忠心巨公杀去 沿途撑得上仙雨狂洒 妖风大作 各路徘徊者 怪物实在太多了 在他所过之处 巨兽尸体堆积如山 他一路雪沙 这作剧城根本不像是被放弃了的样子 蒸蒸金鼠碰撞生震耳 一只黄金条虫出现 那是他振翅的声音 圆桌那么大 背上12颗银色光点 击射出刺目的遇到化光束 碰的一声 他挨了王轩一掌后没有爆开 只是横飞了出去 王轩虽然没有动用权力 但也不是一般的神虫可以承受得住的 他惊讶 仔细观看后 这是一只四次破线的神虫 接近中心地带了 已经开始出现这个极数的怪物 让他重视起来 都杀了的话 是否会变成一座虚弱的巨城 还是留下点厉害的凶物吧 王轩自语 放缓脚步 他的身后撑得上尸山雪海 脚下的地面一片烟红 他满身都是徘徊者的雪 自衣服向下低落 他向前走去时 在地上面留下一行清晰的雪脚印 在当当声中 王轩徒手覆盖黄金瓢虫的遇到化光束 震得他背上12颗银色光点在暗淡 他速速抖动 要被他的手掌阵裂了 其黄金之躯号称不灭 属于顶尖变异物种 但是现在挡不住王轩的那只手 黄金瓢虫被他硬捉过来 他双手抓住桌面大的虫体 将他阵裂 打了个半死 最后让他失去战力后 这才丢在地上 留着以后用 随着王轩的脚步升迹进前方的巨弓 整座城中的怪物都被杀怕了 他们并非彻底失去意识 有战斗本能 也懂得恐惧 在他们看来 一位新大主杀进来了 想要成为神城的城主 王轩感觉到更为清晰的道运 像是面对一片外宇宙 再接近一个从未见过的古文明 他意识到 或许这些巨城存在的最大的意义 就是保留了旧时代外宇宙文明的 小部分规则与道运 属于瑰宝 此方 众多怪物竟被他杀怕了 颤立了 神墨腐烂巨龙 大力魔源 神异天使 浮尸地上太多 与者皆在倒退 都在恐惧 王轩向前迈步 突然 一片刺目的光绽放 像是神佛将士 无比神圣 黄黄之光横挂天空 那是一头雪白的鸟雀 不是很大 一米多长 如人般立在半空 张开双翼 蒙力向前煽动 所有的光都是他雪白的羽翼绽放的 璀璨如骄阳 又一个四次破线的生物 而且很强横 他所有羽翼都在发光 像是无数的圣剑劈了过来 并伴着遇到化的纹理 刺虫叠加 威力射人 一头 麻雀 王轩惊讶 精神天眼看出他的本质 本是一头凡鸟 种族弱小 但是竟成长与进化到这一步 他的战斗力极强 超过了刚才的顶尖变异生物 十二星黄金瓢虫 躯空暴碎 被他雪白而又刺目的羽翼撕裂 见光无数 这头麻雀对于外界来说 绝对算是极端恐怖的生灵 王轩身体发出黑白之光 他运转极阴与极阳经纹 演绎阴阳物质的变化 黑白旋转 将他打过来的无数剑气全部磨灭 他留下一串血色的脚印 徒手向着雪白麻雀抓去 这只四次破线的生灵拥有神速 如闪电般横移 并如烈阳般横空 白光刺目 剑气不减 激烈暴射下来 王轩更快 多次瞬移 捕捉这只白麻雀 碰的一声 最终他将变异麻雀抓住 接连下众手 震得他雪白羽毛凋零 染着雪漫天飞舞 直到最后 雪白麻雀全身神圣之光暗淡 熄灭 满身是伤口 洞盘不得 才被丢在路旁 留着守城 王轩临近中央巨公 没有多少怪物赶上前了 竟如潮水般退后 对他敬畏 恐惧 简然 有部分怪物将他当成准城主了 原来 凿川巨城 横扫众多凶物族群 竟有这种效果 他自语 最后一位四次破线者出现 从巨公的一侧走出 是一位新妖 像是由星光组成 朦朦 唯美 竟是一个女子 他披着星纱 鸟鸟挪挪而来 很漂亮 不过动手时却有吉凶 一刹那 星河交织 从天空中直落 向着王轩覆盖过去 那是规则所化 他想震杀王轩 到了这一刻 王轩只想进中央巨公 去看一看真相 接近那外宇宙的规则道运 不想耽搁时间了 五 他一声低贺 眉心发光 超神感触发 真一惊运转 让那女子刹那模糊下去 身体暗淡 仿佛要随风而散 碰得一声 天空中坠落的星河规则炸开 被王轩一拳轰碎 同时他如同鬼魅般冲了出去 一把攥住女子的雪白的景象 定阵得他精神领域暗淡 整个人萎靡不振 而后被一把扔在地上 他大步向前走去 直接进入中央巨公 地狱很不平静 各家道场认真考虑后 还是决定如实向室外之地禀告 并且再次求援 现在的地狱异常危险 想打下一座城实在太艰难了 见识星海中 也是一片巨大波澜 各家道场大败的消息终于是传了出来 根本不可能彻底瞒住 起初是小道消息 而后是实证出现 地狱 竟这么可怕 缥缈传说中的是外道场 他们去了地狱 居然都败了 没有一个道场打下一座城 地狱的城池到底多么恐怖 四次破线的门徒都无可奈何 富商逃出 地狱风云激荡 让人心惊肉跳啊 地狱 无解 是真正的大凶之地 此时 王轩进入中央巨宫 这里竟是如此的安静 他没有遇到怪物袭杀 哭泣 漆冷 曾经无比辉煌的中心之地 竟成为冷宫 他没有放松 身体依旧绷紧 全身流动遇到画纹理 随时准备战斗 地狱神城不该如此安宁 外面海量的怪物说明了一切 突然 他瞳孔收缩 中央巨宫中 有淡淡的混沌物飘出 那里的虚空裂开一道缝隙 而后开始扩张 接着 无比神圣的光彩洒落出来 让人敬畏 睁不开眼睛 去宫外的海量怪物都瑟瑟发抖 很多都跪伏在地上 尽在朝拜 这一刻 手机奇物镜子洞飞了出来 无声地看着那开启的混沌裂缝空间 王轩昂首而立 精神天眼交织神闻 您是前方的空间 一个女子虽然朦胧 但是可以感受到她的神韵 风华绝带 并有一种特别的气场 在其身前之地 匍匐着一排身影 她们身上流动着极强的道运 更胜过白麻雀 黄金瓢虫 星妖 手机奇物沉默无声 在她的屏幕上出现一个女子的黑白照 第937章新篇六计第一女仙 地狱神城 中央公爵内 幽冷寂静 7日 超规格的巨公 像是成为了冷宫 繁华落尽 森冷 没有声音 是她吗 王轩侧头 看向悬空不动的手机奇物 她屏幕上的黑白照很暗淡 那个女子像是孤独的站在很远的地方 模糊 看不真切 前方空间中的女子也这样 朦朦 飘渺 像是隔着岁月 隔着时空 被一层道运覆盖 屹立不动 裂缝全面扩张完毕 丝丝混顿物弥漫 女子带着真实的道运 她以神像的姿态出现 宛若一尊活着的神奇 除却面部不是很清晰外 身体栩栩如生 高丽于大罗神金柱城的巨台上 穿着柔软的心残似仙衣 在其脚下 一排身影凝石 如同复生 她们皆仆伏在地 全都是她昔日在这里斩杀的城主及强者 无庸置疑 这些人应该都五次破现了 如今是道运的形态 成为点缀 伏在女子神像的脚下 赤水利的像 女子在地域似乎受到了超规格对待 其他人战死后 都成为怪物 成为守城的徘徊者 她这个样子 像是被立为神奇了 孩子 很久不见 可只是沧海桑田 一记又一记 岁月流逝 连宇宙都在变迁 坏了一个又一个 时隔多年 我又看到你 手机奇物平静的说道 虽然她依旧无情绪波动 但是 能让她说出这种话的人 这还是第一个 当年 她是真喜欢这个女子 当成子女 是做可传一波的晚辈 不然 以她冷漠麻木的状态 送走那么多奇才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心绪 对一个人始终念念不忘 地狱又待你了 可如今你在哪里 手机奇物没有波澜的问道 像是一口哭井在回荡着声音 王轩早就知道 不可能在这里见到真正的女子 当年 她杀穿了地狱神城 灭尽所有五次破陷者 并不是在这里战死的 但她依旧大受触动 那可是一排城主 及徘徊者与怪物 当年都与此城有关 都被一个人杀了 感觉有些离谱 她严重怀疑 地狱神城也能召唤附近的 巨城之主参战 不然何以这么多人 那些人有些能看清 有些模糊化了 比如匍匐在边缘的人 何须无差不多 更远处是否还有五次破陷者 所以 很难精确城主及怪物的具体人数 王轩有些头大 虽然她很自信 甚至在外人看来 她也幸于霸道上天了 但是在这里 她承认目前打不动这些城主 不五次破陷的话 这些城主及生物若是复苏 活着走出来 她只能跑路 没有任何悬念 真死磕的话 会被当场围猎致死 她当年到底有多强 王轩问道 六计第一 手机奇物的评价很短 没有多余的话语 多少有些沉寂感 六计 一个略微敏感的数字 王轩有些不识时误 打扰她痛惜与怅然的心情 皱着眉头问道 六计前呢 谁会更强 你话真多 手机奇物果然不待见她了 被人强行从旧思绪中抹了回来 看她特别不顺眼 我就是随口问一问 同时想安慰你一下 避免你悲伤 对了 她该不会是你女儿吧 王轩突然问道 因为 手机奇物太偏爱她了 对她可从来没这么好过 手机奇物的屏幕上 探出一只由道运组成的手 蒙蒙 雪白 就要直接向她按过来 这是从未有过之事 这坑雾过去虽然暴躁过 但最后都忍下去了 王轩赶紧喊道 停 戒躁 有话好好说 这可是地狱 你随便复苏的话 会有聂力记账在你身上 以后你进地狱都麻烦 想看一看她的仪容都做不到 手机奇物终究还是忍了 那只手慢慢消散在屏幕上 我这不是合理猜想吗 你看 超级化行为禁物品神照都有子嗣 如今更是有后裔在神城外瞎转忧呢 我寻思着 你也不弱于人 大概率也有 看到手机屏幕又冒光了 王轩果断闭嘴 不再提这件事 六计前 不好追溯了 因为我的记忆有些紊乱 在我的印象中 她在真仙中第一 六计前能想起来的那些声明 在同级领域中 也没有一个可与她比肩 手机奇物还是回应了 说出这么一段话 这个评价实在太高了 六计第一 让王轩都面色变了 颇为吃惊 而在六计前 那些凌乱破碎的记忆中 她也同样读一档 让王轩再次怀疑 她是不是手机奇物亲闺女 她在哪块区域 我五次破线后 一定要去看一看 王轩说道 这次很郑重 没有什么笑容 你还是先打穿真仙区域吧 地狱成空时 就是那终点 灾难降临 她跟着消失 就此死了 手机奇物说道 她有些后悔了 天庭饭堂厨子的话 与曾经戳中 她那颗麻木的心 七日 有些不如她的人 都崛起了 甚至有和她同期的人 曾被她单手压制 但最后却成为了真圣 她的手下败将 反倒冲起来了 我带她来这里 最后 她却消失在地狱的尽头 这件事让手机奇物有些破防 她的举动 竟是风险 反倒扼杀了一位 带带奇才 打断了她的成长轨迹 王轩道 你没尝试拼一把吗 什么地狱成空 引来多位同级者对抗 要是我的话 全杀翻 简然 这又戳中手机奇物的心窝子了 她沉默片刻 道 我确实想打破地狱的平衡规则 那是我唯一一次想坏自身的原则 但是根本来不及 地狱的尽头 一切都成空 全都没了 别急 既然地狱给她优待 不知道是那些徘徊者 还是什么怪物 给她立了神像 再怎么说 如今她也是徘徊者之王了吧 再插也会有些残体留下 你还是有机会看一看一容的 王轩确实不怎么会安慰人 前半段还算可以 后半段就不怎么对位了 话说 我要是出意外 你会不会更自责 王轩问道 你是谁 现在 手机奇物没画出手来拍她就不错了 王轩也不想触眉头 不再去招惹她 直接在巨宫中巡视自己的领地 然后 开始尝试接近那种类似外宇宙规则的道运 巨宫深处 确实存在着和超凡中心世界不同的道运 对于五次破限者 对想成为艺人的超爵士来说 都有巨大的吸引力 然而 在她感悟不同的超凡文明留下的规则时 惊变发生 匍匐在女子脚下的那些城主 一排生灵都变得清晰了 而后竟然全都动了 站了起来 并刹那冲出那片空间 他们是道运所化 可是现在却像是短暂复苏 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气势 整座巨公都在剧烈摇动 震文复苏 都不能阻挡他们的强大气场外溢 接着整座神城都开始惊颤了 七日的五次破限者 曾经无比强大的一群城主 像是跨越时空 从不可考证的年代走来 一个个杀气冲天 眼角眉梢都带着道运 在真仙领域中 绝对的顶尖强大 我又被坑了 一群人诈失了 王轩急速倒退 冲出巨公 他虽然自信 但并不是盲目乐观 很清楚现在的状况 他终究还是一个四次破限者 遇上落单的城主 或者两三个五次破限者 他敢冲上去 但是现在 他们的一排人 并肩而行 一看都是那种极其不好惹的 真仙领域的霸主 全冲过来了 有人张开手 眼神狂野 直接就朝着他按来 自意的捕猎 那是浑然不将对手 看在眼中的架势 就像是王轩 遇到真圣道场人为堆起来的四次破限者时 他敢直接去钻对方的脖子 也有生物凌空而起 一脚向着他踏来 还有的城主霸道绝伦 一刀劈来 恨不得一招将他打成碎片 让他行神俱灭 似乎 他们还保留着当年最后一战的状态 被那个女子逼疯了 战斗一时爆表 就这么冲出来了 麻辣个鸡 王轩急速飞顿 同时省下脸 围猎他也就算了 还敢这么轻慢 他开口道 虽然你们都很强 但是也太嚣张了 敢这么对我 真当我是一般的四次破限者啊 东 他爆发了 在急速飞退的刹那 也在适时的反击 首先面对的就是那个 自意出手 向他添灵盖抓来的青年男子 这一刻 他万箭齐发 来自真圣后院稻草人的四叶剑精 结合斩道剑 直接凝固了时空 天地都静止了 那个狂野的男子 探手抓向他添灵盖时 行动受阻 但是 也只是那么微顿了一下 他就又上前了 可想而知 他多么的恐怖 换做其他人 必然被定在当场 动弹不得 而他破碎时空 时光与空间同时枯迹以及禁止 都束缚不住他 不过 这短暂的停顿 对于王轩来说也足够了 他手中出现一柄超凡因子组成的能量化大剑 长达数百上千米 猛烈的划开天地 直接就劈了过去 碰的一声 即便是道运所化 这个男子依旧给人栩栩如生的真实感 他的脸上被劈了这一剑 顿时血液四剑 连鼓扭曲与变形 半颗头颅都军裂了 居然没有爆开 真硬啊 王轩凛然 这里的怪物非常难对付 在这个过程中 王轩没有停下 依旧在急速飞退 这里不可为 现在的他不可对上这么多城主 匆匆一瞥 他就已经发现 从巨公冲出八位城主及怪物了 各个凶煞七雁滔天 似乎和别的地方的不一样 后面或许还有 他持续出手 接连施法 身上黑白光绽放 横扫前方 顿时到运碰撞 虚空炸开 天地暴明 整座巨城都在颤立 远方 城中所有的怪物都在瑟瑟发抖 怎么也没有想到 安静的巨城居然一下子冒出来这么多城主 惊世骇俗 腐烂的巨兽 各种疫情与神虫等 全都浮卧在地上 像是在朝圣 砰砰砰 王轩的身体不断冒雪 都是一些很可怕的雪窟窿 让他前后透亮 他虽然很强 但是面对这么多五次破线者 生出一些无力感 竟陷入绝境中 有的怪物速度超级快 没有参与首波攻击 而是发力 想包抄他 趁着王轩到飞时 他们全力已复冲了过去 截断他的后路 这是一场生死之战 王轩根本没有想到 一座废弃的冷宫 居然会惹出这么多的怪物 远超其他剧城 若是死磕的话 他大概率会被震杀在此地 漫天星光摇曳 从地狱的天空中倾泻下来 他施展星河洗身经 归动漫天交织的 规则星河对敌 并伴着无尽的雷霆 震耳欲聋 可是 那些怪物并肩而行 身上绽放无量光 真仙领域五次破线的霸主连位出手 简直不可想象 碰的一声 王轩身体多处爆开了 骨头都在断裂 这是他从未遇到过的可怕战斗 昔日 即便是手机奇物看重的女子 号称六级第一 立足在五次破线领域中 真正的傲视诸仙 都在这里流血了 负伤了 激怒了他 才有了他最后杀穿此地的可怕战绩 现在 王轩还没有晋升到真仙的尽头 那个专属于有真胜之私的可怕领域 此时他很艰难 全力对抗 战况惨烈无比 仅才一接触 他就全身通红了 到处都是血 不同的是 这一次都是他自己的血 而非怪物的血 第938章新篇难以复制的奇迹 王轩满身是血 他很清醒 从没有自满地认为 自己四次破线就可以横推真仙领域 按照世外之地的说法 真胜到场早有共识 真仙四次破线者根本打不动 站在真仙尽头的人 真仙破线到了最后 破无可破 走到终极路径时 那就是禁忌领域 五次破线 将会质变 这个层面被视为拥有了真圣之资 真仙领域封顶到头了 王轩能凭什么能在四次破线领域和五次路径的生灵队上 全都是前期积累所致 底蕴身后 如果没有积累那些底蕴 没有那样破格 他有什么资格还能活着站在这里 直接就被五次破线者秒杀了 这些神城之主 每一个都可以俯视四次破线者 就像是王轩敢直接去抓那些人为堆起来的四次破线者一样 就是这么强势 自意出手 先攥住对方脖子再说 电光石火尖 又是一番剧烈而可怕的大碰撞 他亮相着倒退 能够不死 还在对抗中 本身就已经是奇迹 他轻叹 原来自己的血可以流这么多 满身一甲破烂 他陷入绝境中 已经多次被击穿了 他的后路被包抄了 这些城主级生物战斗意识非常强 明明是道运所化 但却宛若还活着 王轩演化的遇到化星河 刚覆盖过去 就被几只拳头击穿 并扭曲时空 而后全面抹灭 顷刻间 王轩被震得到飞 雪流如柱 滴滴答答的自虚空中坠落 有些伤口暂时愈合不了 被规则锁阻 在他身后 有一位城主直接就寄出一条银色的绳子 带着连衣 向着他的脖子飞来 规则之绳 由若再套野兽 只能说这个极数的超凡者生猛而狂野 自信自负 哪怕成为道运了 也能看出过去的影子 王轩身上黑白之光猛烈的绽放 极阴与极阳金运转 挡住这条规则之声 并且黑白交融 碰撞 化声出丝丝混沌光 朝着那个城主冲去 碰的一声 后方虚空中发出沉闷的声响 那个城主剧烈摇动 到运化成的身体前 出现一篇篇经文 去现化的真圣功法 文理蔓延 挡住混沌光 其他人都没有停手 在王轩针对艺人 那些真仙领域的霸主 各自施法 短暂交战下 王轩很惨 扑扑扑 他身上多了五个雪窟窿 再一次前后透亮 伤势很严重 神诚的格局远超他的预料 比据成更恐怖 瞬息间 有人凌空逆脚 朝着他踏来 此人灰发披散 眼神冷漠 姿态霸道而强势 王轩身上泛起剑光 避开这一脚 并且撑起一个璀璨的剑轮 笼罩全身 右手更是刺目无比 化成斩道剑的载体 他直接迎着那个人杀上去了 居空中 发生激烈的大爆炸 这时遇到化的剑光与全光在交相辉映 两人煞时间碰撞了多次 那个人被剑轮绞杀得暗淡 但是 王轩自身也又一次横飞出去 没有任何办法 城主及强者足足出现八人 他对付一两个时 另外的人启动 那种重击都是致命性的 都是五次破陷者 真仙领域的霸主 你身体要裂开了 手机起雾开口 王轩哪里顾得上他的话 都不知道他是在严肃提醒 还是在看热闹 他全身发光 金铲斩可绝 不死残再生术等一系列同复活与再生 有关的今天早已被融合归一 现在流转恢复他的伤体 同时 他无法停在原地 在极度飞盾 闪避各方的攻击 八大高手联手 真要限制住他的行动 能快速轰杀他 哪怕是被围裂 王轩终究也是有些不服 鼎鼓发光 遇到化的细腻神闻急速蔓延全身各处 他想发个大招 即便到了绝境中 也要上演死亡之舞 他终究是有些不甘心 他演绎自身的道与法 当然 主要也是 现在真突围不出去 地狱神城的多位城主 都是什么极数的生灵 随便放出去一个 都能碾压一方 各自都是震慑了一个时代的猛人 五次破陷者聚集在一起 着实无解 王轩急速移动的过程中 身上又多了一些可怕的伤口 挡不住 躲避不开 一片超凡光还出现 他这算是在雪拼 拿命在搏杀 自身被重创 避之不及 那就全力演绎那幅宏大的图卷 这是他闭关数十年 研究各类经文 经过沉淀后 有感而发 涌现出的自身道路的争议 这一刻 道运茫茫 震耳欲聋 冲击人的心神 王轩的精神和肉身共振 演化出超凡生命之景 光海流动 惊涛拍向一片又一片新宇宙 波澜壮阔 挡住了城主的攻击 但是 那些新宇宙 也在超凡光海中暗淡了 它们最后被放弃 成为旧时代的宇宙 超凡生命交替 神话腐朽 大宇宙漆黑 速速坠落下黑色的雪花 冰封整个超凡时代 让整片世界陷入延冬季节 万物凋敝 黑暗笼罩四野 果然 刹那而已 万法皆朽 道运不存 短暂冰封八大成主 在超凡寒冬季节 八人像是被冻僵了 这是王轩心血结晶与道衡的全面涌现 他毫不犹豫地趁此机会出手 一道又一道剑光飞了出去 展向那些人 可惜了 关键时刻 超凡寒冬被撕裂 黑暗被璀璨的光照药 全部驱散了 八大成主任何一个 在真心领域都有通天彻地之能 都是霸主 仅有一人被王轩给立劈了 但是 其他七人都各自施法 也给他来了一记狠的 瞬间 他四分五裂 相当的凄惨 若非他到孕身后 就被终结在这里了 绝肉急速冲向一起 他融合了不死残在生树和金铲斩可绝等 再一次施展 恢复真身 对面 被他劈开的那个城主也身体愈合 道运流动 没有消散 可以了 做到这一步足够了 手机奇物开口 他神色凝重 神诚犹如绝地 过去只有一个女子闯过去了 但是 他当时的道行更高 这是手机奇物第一次对王轩明着认可 让他想办法突围 你以为我不想吗 王轩叹道 四周短暂安静 八大城主没急着进攻 都在审视他 最关键的是 又多了三道身影 从中央巨公无声的出现 锁定王轩 现在是十一位五次破线的城主其出 全部来了 皆是真仙尽头的生物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 根本没法争斗了 王轩一个四次破线者 以那些出格的底蕴对上十一城主 没有立刻暴毙 就已经算是难以复制的传说 我怀疑 地狱神城有意识 强行复苏这十一人的道运来对付我 这是作弊 王轩也是急眼了 这种话都说出来了 搁在以往 他哪里会多说什么 答就是了 冲过去攥住对手的脖子 拎起来垂抱 今天 他要被人反垂抱了 争取活下去 手机奇物沉闷的开口 但是 带着忧思时 他也有另外一种矛盾的思绪 那就是 他看到王轩被人压制 被围攻后 被打得满身都是透亮的血窟窿时 竟有些诗然他一度反省 这种想法要不得 但是 他又承认 本心确实就是这么认为的 总觉得他顺风顺水 自信过头了 尤其是近来有些飞扬过分了 该被教育了 需要五次破线了吗 可是 我还没有准备好啊 王轩低语 看向天空 又看向自己的双手 到 如果只是那株草 还有沙漏 也就罢了 我怕这次还会多出什么东西 对付不了他们 我想再演绎出一种杀手锏 防备一下 可是 现在不五次破线 他就很难再有什么以后了 难道要动用六感规则同毛了吗 然而 他刚张开体外虚空 外宇宙才扩张出缝隙 他就感觉毛骨悚然 地狱神城 不会真有意识吧 他震惊了 感觉被盯上了 像是在被死亡凝视 他刹那隐去六感同毛 手机奇悟道 神城没有意识 只是这里过于特殊 连作弊手段都能察觉 是平衡规则的涟漪在扩张 这是反向 作弊 四次破线领域 谁能挡住 十一位真仙尽头的霸主 王轩觉得无解 被针对了 这本就不是为四次破线者准备的剧成 是你自己主动进来的 被一视同仁 手机奇悟开口 所有这些话语都是在以精神思感的方式传递 时光还未流逝 他们就交流完了 事实上 现场气氛并未缓和 十一位成竹也只是瞬间的审视 就准备再次动手了 为我为真为一 王轩的元神在发光 六感规则同毛居然都受限了 他失去了扭转局面的最为重要的杀手锏 在这里太意外了 唯有雪拼 他运转这一惊 想从现实消失 这或许是唯一的破局之法 但是 施展这种惊异有个问题 需要沉入物到层面中 无法上来就牵引出神秘之地 不能直接消失 在十一位成主级的强者进攻中 这无疑狠致命 当中 一个机械人双目无比深邃 化成精神领域的漩涡 开始剥夺其原神 要吞噬他的精神 一只虚空猫通体雾黑 双爪一画 十次空间出现 仔细看 竟然是两片微型宇宙星海交叉 向着王轩斩去 他演绎大宇宙星河为十次架 这种攻击数法都随意失出 足以证明任何一个五次破线者 都没有简单之备 一条白龙斧冲过来 银色龙鳞灿灿 背负一杆长枪 击射出刺目的锋芒 还有一只螳螂人出手 双臂为天生的大刀 在刷刷声中 刀片血量无比 展开了地狱神城的时空 整整十一位真仙尽头的成主 连位出击 不会有任何悬念 打谁谁都得没了 五次破线者中 也只有一个人曾挡住他们 次次破线者 没有任何道理可以支撑对抗他们 在这一刻 王轩的元神发光 急速移动 他只能和其中的一两人贴在一起 纠缠在他们当中 不然的话 十一位真仙霸主全力一击 他立刻就要暴毙了 一时间 他左右双手黑白之光迸发 碰撞 混沌物质出现 击射出去一片涟漪 挡住了一人 他身后剧痛 虽然避开多人 但还是有些攻击术法打中了他 他几乎被腰斩 接着更是险些被全面轰爆 碰的一声 他的混沌连衣将其中一人击穿了 可惜解决不了自身的问题 五 他在运转真一经 虽然还没有陷入悟道层面中 但是 那种真意出来了 这无疑救了他一命 此时 又有数道光束打向他 再来一次重创的话 他必然要全面解体 此际 攻向他的术法 暗淡了很多 虽然没有直接归于虚无 但威力减弱 没有让他当场报岁 王轩以超神感加持 短暂的凝固时空 他展出了自身所掌握的剑精中极为艰难的一剑 新剑 时空凝固的刹那 新剑之光飞出 没入那些人的原神中 虽然无法斩杀他们 但成功阻挡了一下他们的脚步 以及接下来的术法 这为他迎来了最为关键的一线救命机会 霓雾缭绕 远方有光 一片未知之地无比神秘 浮现出来 常人看不到 像是超脱在腐朽的现实之外 那里真实而朦胧 王轩急速没入进去 身体暂时从神城中消失 他站在大雾中深吸一口气 而后向前走去 这里的时光宁静了 他开始聊至伤体 刚才险些就形神俱灭 手机奇悟开口 原来如此 他们有时间限制 你快过关了 他们即将消失 不过 此刻也更危险了 外面 神城中心的巨公前 十一位霸主身影摇动 道运确实模糊了 即将消散 但至此之际 他们失去狩猎对象后 似乎觉得是一种耻辱 明明是道运所化 他们竟出现了情绪化的东西 十一位城主中 多人身边都出现蒙蒙的影子 有的是一株树 有的是一轮天日 思 王轩吃惊 那是什么 原神中诞生的圣物 不是每个五次破陷者都会有 需要一定的机缘 这些人 部分人具备那种圣物 他们想在消散前 以圣物打爆神城附近的时间领域与空间领域 粗暴地将蛇服的猎物轰击出来 最后一击 你们还想杀我 谁怕谁 我也想杀上一个 王轩神色凝重 从大雾深处的光源那里 接引来一道光 化成领域 连衣荡漾 笼罩他自身 外面 那些生物皆模糊了 扭曲了 即将崩散 但是有些人取出了圣物 可以轰出一击了 嗡的一声 王轩身边光芒闪耀 接着他这里黑暗下去了 光之连衣飞出迷雾 扑的一声 将一位五次破陷者击中 让他破散了 没了 事实上 这像是一个信号 起了连锁反应 那些到运的时间接到了 都在跟着熄灭 消失 王轩盯着聚功前的虚空 手机奇悟开口 是 你杀了一个 在十一位五次破陷者的短暂围攻中不死 也算是难以复制的奇迹了 第939章新篇整个人都看傻了 迷雾中 王轩打出一道光之连衣后 他自身这里的光熄灭了 漆黑 伸手不见五指 差点就死掉 他轻语 撑得上劫后余生 四次破陷者的奇迹 对他来说意义不大 因为路还很长 他遥望大雾最深处那团柔和的光源 神秘 幽远 出世 不可接近 突然 他回首 满失血的身体再次绷紧 盯着中央巨宫中 露出吃惊的神色 还有更强者 那片空间内 女子静静立身高台上 混沌雾遮住其面孔 萌萌中 有一双眸子张开 他是被人立在这里的神像 并非真身 但现在也有丝丝缕缕的盗孕复苏 像是要活过来了 他的一双眼睛如同深邃的心海 那是无尽的遇到纹理流转 发出惊人的光束 飞入迷雾中 超级精神天眼 经过遇到话加持 他竟能看到迷雾深处的景象 王轩大吃了一惊 上一次他听手机奇物介绍这个女子时 就觉得特别 谈及他在各领域的特殊之处时 像是在介绍她的能力 现在果然被验证了 他也具备精神天眼 经过遇到话的加持 现在到孕复苏后 竟发现了他 这不是11位城主可以比肩的人 早先的一群五次破线尽头的霸主 都没有发现他 现在 他负了重伤 从肉身到精神 多处破裂 那些人留在他体内的部分 残余法则还没有磨灭 根本不适合大战了 更何况 这个女子的实力比那群人加起来都恐怖 还好 他身上没有到孕复苏 只是一双眼睛活了 破开迷雾 注视这里 而后那种光又慢慢熄灭了 你不想说些什么吗 王轩问手机奇物 他就在他的身边 安静的悬浮 文言回应道 他惊艳了时光 六级第一 真是有些上头 王轩怀疑 那或许就是他的后人 怎么没见你这么称赞过我 普通人都知道 儿子穷养 女儿富养 尤其是不听话的儿子 小时候某些特殊阶段 连狗都显 手机奇物平淡的说道 王轩想打他 一时间都不知道他在夸人呢 还是趁机在骂人 反正被他占了大便宜 迷雾中 王轩没有立刻出去 想看一看是否有时效 会不会被动脱离这里 他立身之地愈发漆黑了 他近前没有了光 打出那道涟漪后 自身像是陷进一片深渊之地 他有所感 道 尽如未知之地 还有以无话调对手 这两种手段称的上底牌 应该演绎有了 在此诞生些什么 当然 现在不是时候 需要尽心去参悟 眼下他最重要的是 使疗伤 体悟神城中与众不同的道运 这是消失在历史中的超凡文明 他的身上有些部位伤口扩张 血再次流了出来 那是在驱除十一位城主的留下的规则 不过 王轩没有立刻磨灭 而是在用心体悟 去吸收 这些规则属于不同的超凡文明时代 甚至可以说 这些人来自逝去的就超凡中心世界 相对而今 都算是外宇宙人 死在地狱 永远留下 王轩来地狱 就是在追求外宇宙的道运 枪 他的身上出现一杆长枪 穿过他的胸部 枪尖风锐 血淋淋 是那条白龙残留下的规则所画 接着 他的脖子上血液流淌 一口血亮的长刀欠那里 险些就斩首 这是螳螂人所留的道运 随后两片微型宇宙星海交叉 成为十字形态 覆盖在他的身上 差点把他的身体十字分割 接着 一个机械人的双眼 深邃 化成漩涡 悬在王轩的眉心前 那是旧时代宇宙中心的道运与精神法则的结合 要吞噬他的原神 十一位城主 都在他身上留下痕迹 现在具现化出来 被他生物 吸收 每一旅道运都连着一片暗淡下去的旧超凡中心世界 有些人来自同一地 深厚的旧宇宙重合了 这样寻觅 遥望 王轩仿佛看到了无尽遥远之外的深空中 有暗淡的宇宙在远去 一季又一季 超凡来了又去 复苏了又腐朽 时光短暂 那些地方再也没有曾经为超凡中心时代的宏大气象 城外 地狱舞魄先绕城转了十圈 白爪挠心 坐卧不明 恨不得直接杀进城去 他感觉太震撼了 但是结果怎样了 早先 他被王轩发现并惊走后 等了片刻就又回来了 远远地看到有一团光凿穿地狱神城 一路突进 各种巨兽 腐烂的金屋 铺天盖地的飞龙等 密密麻麻的坠落 全被打爆 着实让他动容 但他认为 也就那样了 算不得过于出格 自己也不处 直到后来 十一位城主莫名出现 突然围猎孔轩 简直让他看傻了眼睛 这是什么鬼地方 一座城池中 竟有过十的五次破陷者 简直跟天方夜谭似的 快追上圣皇城和机械圣庙了 随后 五破仙直接震惊了 孔轩被围攻 居然没有死 虽然身体数次裂开 近乎被打爆 但却艰难得撑下去了 并活了下来 这犹如神话 一个人在十一位真仙霸主攻击下 还能活着 简直是奇迹 然而 当他仔细凝视 以神照之光捕捉到真相 确定孔轩施法 时锦是四层遇到文理的叠加后 整个人都傻了 他真不是五次破陷者 没有隐瞒 可是 四次破陷的真仙 怎么能和地狱城主及生物打 而且 他一个人 他们的打了十一个 五破仙来头很大 一向自信 底气非常足 不然他也不敢干这种事 出入各处决地探险 捕捉别人的诡计 但在发现孔轩的真正底子后 他彻底麻了 在接下来的安静时光里 他处在怀疑人生的状态中 黑洞 怪物 有天大的问题 他该不会是超凡中心大世界排名第一的吴的后代吧 五破仙通过自己的出身 想到孔轩跟脚莫测 产生了各种怀疑 最后一刻 十一位真仙尽头的城主 竟有一人被孔轩格杀 真深深震撼了五破仙 让他彻底失神 不过 随着其余十位城主暗淡 破散 消失 孔轩哪里去了 也一直没有出现 到现在孔轩都没有出来 让五破仙恨不得立刻进城去查看一番 他想知道最终的结果 同时 他颇为遗憾 大战时 孔轩和十一位城主的战斗 在中央建筑群区域展开 被一些巨公阻挡住了 他虽然将大部分画面都捕捉到了 但是 也漏过了一些 很久后 王轩发现 迷雾淡了 有一定的时间限制 当然也有可能是他分心了 在摇杆旧宇宙 这很艰难 通过那些道运 想捕捉外宇宙的种种变化 难度系数高的吓人 但他有所获 也算满意了 王轩觉得 自身的底蕴中又多了丝丝缕缕的东西 他甲轴破烂 身上依旧插着长枪 缠绕着规则锁链等 因为属于捕获 盗运的机会不是结束了 而是才开始 现在 他已经从手机奇物那里知晓 一座剧城代表的是一个曾经消失的超凡文明 其蕴含的盗运更深 甚至 在有些剧城 能真正摇杆到他昔日所对应的母宇宙 王轩一正 他看到剧宫中那片有混沌物丝的空间中 女子神向下方 十道身影又模糊的出现了 居然可以再聚 被他斩杀的那个人 没有再出现 这一次他仔细观察 见识为城主一动不动 而后他绕着行走 没有再去接近 便没有激活他们 是这样吗 拉开一定的距离 不去接触他们 时人就不会复苏 他自语 应该是这样 手机奇物说道 王轩露出异色 这还真是一个好地方 外面哪家真圣道场赶来进宫与强占的话 这里简直坑死人不偿命 他将牛腰 阴阳犬 十尾妖狐 黑天鹅 虚空鼠都放了出来 腰亭的五名真仙 待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后 全实化了 这么大的一座巨城 被孔轩之身一人打下来了 早先 得知他要单人匹马去攻城时 他们还不理解 认为他疯了 现在去看 他居然真的实现了 不要进入最中心的巨宫中 不然处之即死 那里有五次破陷者 王轩告诫几位妖仙 和五次破陷者 陆恒那样传说中的人物打过 并拿下了这座城池 金明妖仙像是在一语 如同陷入梦游中 他们在天乱城曾看到孔轩出手 和真仙尽头的人对攻 当时就被震撼了 可是想要拿下一座巨城 还要对抗满城的怪物 目前的真圣道场都没有一家能完成 出现了 他果然没有死 比巨城中的怪物还凶猛 城外 五破仙终于眺望到孔轩的身影 他开始反思 再去爆料的话 不能去黑孔轩了 四次破陷就已如此 实在太恐怖了 未来招惹不起 地狱各教道场终于是求援了 凭他们根本打不下一座城 只能让主力下场了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还好 现实新海中的负面评论不多 各地超凡者更多的是感觉惊悚 认为地狱过于恐怖 夜晚荒野中的游荡者 城中的徘徊者 很难全部战胜并灭掉 我们真圣道场做不到的事 其他人就更没戏了现实的超凡者自然可以理解 的确如此 地狱的现状虽然在现实新海中引发轩然大波 超凡界整体都在热议 但人们更多的是惊叹 以及对地狱的惧怕 敬畏 地狱神城 王轩真正开始巡视自己的领地 他找到了一块圣物碎片 和自己身上那块接触后 直接融合在一起 手机奇悟道 只是圣皇城统霞区域的圣物碎片 神城从其他区域飞来 也要遵循这里的规则 王轩眼神有光 他对圣物碎片不怎么在乎 他看重的是巨城 此刻他登临城中最高的一座石塔 站在塔顶 他模糊地遥感到一片外宇宙的模糊形态 这才是地狱瑰宝级的馈赠 抬头仰望地狱的深空 他想和那片遥远的宇宙产生联系 捕捉旧时代超凡中心的的规则倒运 看了下张评 然后再上张里写了下四次破线打五次破线的问题 但我发现这对于很多书友来说根本没必要 有人说为了一小部分书友去解释会降低章节体验感 确实有道理 以后再有不解 就张莫简单说两句吧 第九百四十张新篇徘徊者之王 孔轩 夜晚 地狱 深蓝之月升起 漆黑与幽蓝交融 深邃而神秘 整片荒野中 腐烂的巨兽迈着沉重的脚步 震得地面颤动 天空中凶勤如乌云 带着戾气 成群成天的出现 自从蓝月出现 地狱的夜晚就变得血腥瘆人了 游荡者大批的涌现出来 在野外密密麻麻的出没 甚至 一些中小规模的城池外 都有大量的怪物与活物聚集 腐烂生物与生者蔓延到地平线尽头 夜色下 那是一双双猙獰的眼睛 闪烁着尸杀冷血的光 猛兽长豪 凶勤击天 神异天使倒在血泊中 地狱中鬼哭神豪 最近两三个夜晚 连真圣道场都退进安全区域 甚至比邻地狱之门 随时准备通过时空漩涡退回现实中 他们真的怕了 所谓的城池遗址 安全地带都不稳妥了 夜晚有强大的游荡者闯来 卢走个别针仙 咬断两位天级高手的喉咙 突进黑暗中 在地面流下长长的血迹 现在所有人都在问 援军什么时候到 现在的地狱不是先遣队能干活的地方了 别拿探路者当草芥 神城的城墙如同山岭般高大 城外的游荡者不多 规模巨大的城池对野外的凶物有天然的震慑性 城中新地带 最高建筑物 石塔 像是要没入地狱的深空 破入淡淡的云层间 连那轮蓝色的巨月都似身手可及 王轩站在塔顶 明是深空 一动不动 和神城当年所在的旧宇宙共鸣 这或许算是神游的升华 透过无尽的阻隔 以神城道运为媒介 他在摇杆远去的暗淡宇宙 体会到了兴衰与沉重等 甚至 这一次 他看到那片宇宙模糊的轮廓 那时超神感知在提升 通过丝丝屡屡一来的宇宙规则 描摹他的本质 王轩沉浸当中 没有悲喜 无荣辱浮华遮掩 那时无穷的深邃 浩瀚 以及冷漠 旧宇宙腐朽过 复苏过 规则不断演绎 一片冰冷 他像是超脱了现实世界 离开地狱 神游在未知而模糊外宇宙 所传导出的规则到运间 甚至 他捕获一片波动稍大的余运时 还原了不知多少纪元前的部分真相 他以丝丝屡屡的规则源头物质 重新演绎出那片星空 而后拉近距离 看到了逝去的景物 一片星空在解体 一张巨大的脸在接近 带着斑斑雪痕 浑浊泪水滴落的刹那 有星辰破烂 那是什么极数的生灵 绝顶一人吗 那个生物看着举足全灭 一个都没有留下 它有种无力感 一片星系的生灭 也不过是刹那的斑驳流光 千百年又算得了什么 旧纪元落幕 超凡中心更迭 种族 家园 宇宙 都在破碎 一个又一个文明在熄灭 谁在转移神话 连真圣也在带着族群跟着迁徙 犹若逃难 一切为什么 那张巨大的面孔破碎了 带着低雨声 在那旧宇宙黑暗下去的时空中消散 渐渐磨灭 谁能证明 我们来过 我们存在过 超凡中心不断迁徙 跟着上路直骂 那是它最后的声音在旧时代破碎的星系间回荡 直至最后 一切都了无痕迹 王轩无喜无忧 沉静无声 那只是它摇杆到的一角到运碎片 外宇宙轮廓模糊 庞大无边 还有太多逝去的奇景碎片 直到后半夜 它才复苏 脱离特别的神游状态 滚滚岁月向前行 苍茫宇宙一记又一记 不为谁而停留 那些绝顶生灵 那浩瀚的星系 在历史中 也不过是弹指尖一朵微不足道的浪花 刹那绽放 瞬间熄灭 在摇杆到的外宇宙到运中 王轩看到了太多的悲欢 一人开路 举足争度 也难逃那最后星红画面 什么历史上的盖带奇才 在大宇宙变迁中 连尘埃都算不上 真圣之子 都在血腥的时代中惨死 他看到麻木了 那些强者的凋零 超凡种族的破灭 还有圣允 都是逝去的究竟 看得多了 难以共鸣 甚至 远还不如匆匆一撇肩 所见到的凡人中 孩童挂着泪水的笑 更显真实 贯穿一个又一个超凡时代 见证太多 有一天我的心是否会跟着麻木 他自语 那些流逝去的奇景中 绝顶一人的呼喊 超凡为何转移 神话为何清洗 也是他的疑问 深夜 王轩看向手机奇物 询问他 然而一片死寂 暂时退出捕捉到运的摇杆状态 他开始参悟真一惊 迷雾再次出现 笼罩高塔 第三种手段 有 凭空造物的话 难度太大了 或许我该一步一步来 他领悟经文 结合实际 瞬间从石塔上消失 一步就来到了城中 神城有大面积的建筑物 藏着很多怪物 更有隐蔽空间 折服着巨兽 当王轩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时 曾经满城暴动 一起扑杀向他的巨龙 飞天银一等都在发抖 他们目睹了白天那一战 各类怪物瑟瑟发抖 虽然他们的精神意识不正常 但是某种本能还在 出于对强者的敬畏 害怕 当这个人再出现时 他们不敢再攻击了 王轩身上带着圣物碎片 也不足以让他们彻底认同为神城之主 现在他们有的只是皇具 需要以怪制怪 街道以黑金石铺地 平整半带着大片血迹 远处还有各种怪物的尸体 都是王轩凿川神城石所流 有的徘徊者又复苏了 有的确实永久死去了 王轩找到白麻雀 十二星黄金瓢虫 滋容交好的新妖 这是三名四次破陷者 都被他打得半废 现在被他一把拎上石塔 三个生物对他畏惧不已 确实被打怕了 但眼底深处还是有些凶光 那是身为怪物的本能 去使他们阻击闯入地狱神城的活物 王轩研究他们三个 运转真一金 无了他们的恶意 尝试让他们有好感 增加亲近度 他原以为 这是一次艰难的过程 需要反复研究 不断改良等 但很快他发现 有些方面进展十分顺利 三个生物对的敌意被他磨灭了 成功化尽恶感 但是在有的领域却陷入停滞 很难进行下去 无法让他们亲近自身 增加好感度 他意识到 这是第三种手段不成熟所致 这也是他找上三个四次破现怪物的原因 就是需要以他们来验证与实验 石塔下方 牛腰 阴阳犬 黑天鹅等 都看直了眼睛 本成目前最强的徘徊者 还有怪物都被孔轩一把抓上去了 他到底是怎么修炼的 四次破现 为什么比其他人更强 能打城主及生物 他们低语 感觉孔轩处在无解状态 至于城外的五破仙 早在太阳落山前就赶紧跑路了 他也害怕夜晚的地狱暴动 至于进入神城 那还是算了吧 石塔上王轩反复实验 多次无中生有 重塑他们的观感 但是地狱有莫测的法则 阻挡这种改变 直到最后 他不得不摇头叹息 想要画地狱的徘徊者彻底为己用 需用一定的时间 慢慢进化才行 弄清楚状况后 他不想浪费时光了 反手给自己增添地狱怪物的契机 将有用在自己身上 得以体现 有那么一刻 牛腰 阴阳犬 黑天鹅都惊悚了 抬头望向高塔上的孔轩 头皮发麻 感觉自己在面对一个强大的徘徊者 因为 王轩这一刻不加掩饰的释放自身的道运 深厚的实力全面展现 当然 他避开了中央巨躬区域 不想再被一群城主围猎 满城的怪物都忍不住长豪 觉得像是迎来了一位霸主 欢呼新城主降临 怪物又疯了 全城暴动 牛腰面色发白 孔轩什么状况 黑天鹅惊疑不定 不用担心 我也给你们改变下契机 方便你们和怪物亲近 安心在这里建立妖庭分布 王轩传音 他无法凭空造物 那是最顶尖的大神通 但是现在改变神韵 重塑契机 有的这种变化 还是能做到的 片刻间 牛腰 食尾腰狐 虚空鼠等 都发猛了 彼此对视 像是在看火死人 甚至有那么一点腐烂的味道 他们像是成为徘徊者了 我觉得 这样更安全 即便妖庭的主力来了 也不至于找我们清理门户了吧 食尾腰狐说道 那么 地狱神城 妖庭徘徊者分布 今天正式成立 阴阳狗提议 黑天鹅道 算是成立了 我们没叛门 这是在勇于开拓 发展徘徊者为门徒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们是地狱妖庭的正统 副义 牛腰立刻点头 没错 他们一致通过 地狱妖庭成立 然后 五名妖仙发现 真能接近徘徊者了 他们有些难以置信 孔轩的手段高深莫测 竟能做到这一步 王轩也大受触动 真一金可以深入挖掘下去 竟可以平衡地狱一些准则 他成为神城的徘徊者之王了 当然 这是暂时的 过段时间 他就得运转金纹 反向进化自身 需要沾染上浓郁的地狱道运 你们去命令所有徘徊者 清理神城 将尸体搬走 王轩帮白麻雀 黄金瓢 心腰撩制好伤体后 指使他们去做事 蓝月亮旋 深夜 满城怪物忙碌着 拖走尸体 并引来清水 冲洗街道 当然 这和徘徊者之王的最高意志有关 也和地狱妖庭己人的勤快 与调度有关 动员全城怪物 将血与断壁残肢 腐烂巨兽都处理干净了 有的遗体还能复苏 地狱蕴含着神秘的力量 有的残体永远枯竭了 成为其他怪物的口粮 都被拖进建筑物 于隐蔽空间中 野外 有游荡者到来 在高空中 在城门外眺望 但都不敢进城 清晨 当太阳升起 朝霞灿烂时 整座神城已经干潜静静 不再乱糟糟 唯有一句遗骸横沉 当然 地面上的一些血迹 是很难全面清洗干净的 渗入了黑金石中 一夜过去 地狱生机勃勃 所有的游荡者都消失了 那些神魔嘶吼声 那些接近一人层面的怪物 都不见了 据猜测 游荡者是从超越真心的区域 过来的 在天亮前回去 当然这片大地上 也有很多游荡者 但境界没那么高 有线索了 昨天 孔宣确实是一路朝着巨城区育儿去 根据机械飞蛾 蚂蚁等检测到的轨迹 他路经七八座巨城 最终去向没有找到 规需道场接到最新消息 是那些机械装置捕获到的模糊身影 卓天明金色长发披伞 像是娇阳般发光 他开口道 和其他家户通有无 综合下信息 看一看他在做什么 难道想打巨城的主意不成 我们这么多人马都败了 而且对付的还是中等规模的城池 他还想只身打下一座巨城 除非他疯了 各教都有眼线 从豢养的飞禽 到机械昆虫等 应有尽有 多家道场都在关注王轩 自从见到他闯进荒野中 就在发动力量调查 临近五时 综合各家的机械飞蛾 以虫等捕捉到的踪迹画面后 来自世外之地的人动容 从孔轩的路线看 他分明是在打巨城的主意 他真疯了 在武劫山别院 他杀了袁天 击败木武牙 景忠岳 仍然后 就真的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 这是在自寻死路啊 各家真正道场都没有想到 他敢自杀式地去探巨城 有些道场的门徒冷笑 这倒是省却了他们少功夫 都不用去报复了 他自己就走上面亡之路 不久后 随着消息汇总 他们更是大致梳理出孔轩最后的去向 得出结论 疑似进入一座新出现的巨城 奇怪啊 他不可能那么愚蠢 怎么可能自杀 难道有一定的把握 既然确定具体区域了 就在附近仔细查下 五十 地狱猎羊当空 最新消息传来 孔轩疑似杀进一座巨城 失去踪影 这是一只机械 缠在很远的地方捕捉到的模糊 扭曲的背影 孔轩太快了 但是可以大致判断出 他似乎真的入城了 城中有什么动静吗 目前那里很安静 没什么变化 各家道场很意外 都想知道确切的结果 时间不是很长 大量探测装置 包括机械飞蛾等 在那片区域出没 拍摄到的城中主街上有血迹 但城中缭绕着超凡雾气 很难看清中心的的状况 让修城各种神眼的人过去看一看 我还真不信一个能击败四次破陷者的超凡者 会那么不明智 午后 一则消息震动地狱 经证时 孔轩闯入一座巨城 战死了 被地狱的神秘力量化成徘徊者 如今一动不动 站在那座城池中心的最高石塔上 他死了 而且成为了徘徊者 出乎意料啊 这是在作死 求垂得垂了 他们反复确定 经过修城神眼的人多次观测 确定他确实成为怪物了 其状态与徘徊者无比契合 而且 后面还有人看到 他和城中的凶物站在一起 白麻雀 黄金瓢虫 新妖 都是四次破陷的生物 和他在一起 和平共处 基于一动不动 讲不到啊 所谓的治检猿 凶名不小的孔轩 静落到这个下场 死得有些窝囊 走 我们也去看一看他最后的样子 真圣道场的人在航洞 有些人想去确定他的生死 是否真为怪物 有些人则是去看热闹 地狱舞魄仙自然听闻了 但他没支声 沉静的私存 你们不是给我施压 不让我报道地狱的大事件吗 那好 我就默默地看着你们 主要是地狱舞魄仙亲眼目睹了孔轩的战绩 真不想招惹他 先看一下风生再说 相承内容 刘良 感谢观看